听雨哥飞机 大哥 感谢大哥飞机 破费大哥 好使 感谢大哥 大哥这两天我们又弄了好多二踢脚 等着这两天到了 咱可以放二踢脚 二踢脚也便宜 放二踢脚玩 谢谢大哥 听雨哥飞机 破费大哥 咱开分店可以 但是咱没人的手艺你知道吗 等会儿让人接这茬 感谢听雨哥 听雨哥给你刷飞机了 我跟你说 这臭豆腐得找我媳妇 我媳妇吃 所以我跟着吃的 他要不吃我都不吃 感谢听雨哥 孩子加油 那你这两天得小心点了 听雨哥 那甲流我奶奶也说 说小心点 这甲流就是流感 那谁听雨哥谢谢了 你得多陪孩子了 大哥 谢谢大哥 真的谢谢 听雨哥 孩子一边照顾孩子还得看着我们 还得给我们那些网络乞丐刷礼物 挺谢听雨哥 听雨哥有病 没毛病大哥 这甲流你得小心点了 大哥 这甲流的好家伙呢 我操得传染那个 我奶奶也给我发现机 让我小心点 没事了 孩子恢复了 大哥你这也小心点 注意安全 注意防护 注意消毒就完了 感谢听雨哥 看着老板炸臭豆 这是萝卜干单买的吗 腐竹 哦 这是腐竹啊 哎 这腐竹多少钱一份啊 十六十六是吗 来一份吗 你不吃饭你 哦 那吃臭豆腐吧 你没煮食你怎么吃腐竹 行 下次可以吃腐竹 要不你就来个炒米饭 不不不就炒豆腐就行了 感谢听雨哥 真的小心点了 这甲流 我买那卤他 他们家的 但是这边刘阳这儿没有人戴口罩 实话 没有人戴口罩 开始炸餐子了 他戴了好多口罩出来 结果都不用了 挺狠 大本事 谢谢你 就是我都想当网络乞丐的严名 肥宅名 十一级牌子 给自己生十一级牌子了 感谢听雨哥 破费大哥 大哥精神 大队哥也谢谢啦 最近挺破费的啊 这手艺要学会了 好家伙的 回家在北京开个店 挣他一笔 好家伙的 先过油 过完油 夸一半 直接饮吃 倍儿香 各种料 静哥让我看一眼 周围环境 看呀 莫言 没啥太多环境 就是这边族域特徒 但是昨天那老板不说了吗 这一条街的族域 尽量别进去 就这里边 昨天我看了看 昨天就这边族域门口 确实坐着挺多 穿黑丝 就那种小丝袜的女的 就这种族域 好像洞庭湖兄弟 就这种族域 他那老板说了 说可别进你 明白吗 他不是吃人打炮吗 他不是什么 不是正经族域 做完了你再打个炮啥呢 这不有媳妇没法进吗 这玩意的 没招啊 这不带着娘们没招啊 上里边放一泡的 你真能吹 你也没带着我 你要不带着我 亲人进去给你先人跳楼 那应该不治 他就说可别进你 里边可不是什么正经的东西 你按着按着按着就按你大腿里了 就按着 狗嘴就硬了 没看着光着大腿 刚才我从来没看小短 对呀 就是光着大腿 所以刚才跟他说了 所以一看外边站着就知道了 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东西 这镇上谁管呀 你要是礼不能有 你镇上谁他妈管呀 都他妈后边有背景 都后边有人兄弟 佛系兄弟谢谢你 欢迎舒克 买舒克来了 舒克兄弟 舒克请你吃臭豆腐 舒克 我们在这买臭豆腐呢 特别好吃 平宇哥再次感谢大哥 等会儿 人家正努力炸了 这份就是咱们的 一炸就三份 好使 舒克飞机 感谢兄弟 舒克给你刷飞机了 请你吃臭豆腐了 感谢舒克 兄弟飞机 我炒豆腐现在不快出来了 平宇大哥也再次感谢 破费了大哥 这臭豆腐特别好吃 不好意思啊 炒饭 炒饭提醒了 别瞎说了啊 不好意思 炒饭 不好意思 不让你去呢 炒饭 听你 有媳妇不应去 在我们这个酒店楼底下吃呢 咱们吃那臭豆腐 离我们酒店特别近 下楼就是臭豆腐 对就别说了 炒饭来就别瞎说了 舒克 感谢舒克 破费兄弟 提醒就别瞎说了 哎 但是我跟你说舒克 我们来刘洋 就是我们这店这 说实话就这儿的炒豆腐 比长叉的好吃 呀 舒克也知道你喜欢舒仪吧 给你带着舒仪牌子吧 我跟你说 舒克 在咱家带着舒仪牌子 待遇特别高 就喜欢舒仪 你怎知道我喜欢舒仪啊 我媳妇要没看那牌子 我都没注意 我特喜欢舒仪 哎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感谢 感谢老板 辛苦了老板 老板真仗义老板 你也喜欢咱俩一样 我一看见舒仪牌子你知道吗 尤其那小号有舒仪牌子 我老感觉是舒仪的小号 然后现在咱家好多房碗 都带个舒仪牌子 舒仪好 舒仪行 舒仪 舒仪地了 长得多漂亮 舒仪 感谢舒克大哥 感谢兄弟 等会儿啊 都拌完了直接一半咱回酒店吃去 该买的都买了吧 他这红打山多少钱 十五元 也是一条一百钱 差不多跟北京一样 那边 大哥这边丁锅 这边又能有炒菜 然后呢大姐这边专门能臭豆 真好吃 正好凉口子干那店 哎 真那么火 那天那些给咱提借完 咱俩都吃多少份都忘了 那好多份了 什么时候你的房管都带你的牌子 呸 言明 没什么给你刷笨卡 王八蛋 臭狗屎 胸都没有 跟男人一样舒仪 但是舒仪漂亮啊宝贝 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对 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有的就喜欢腿 有的就喜欢腿 有的就像什么呀 咱喜欢颜值 舒仪这种妹子 就属于纯颜值 颜值型 有人喜欢声控 对吧 有人喜欢腿 然后一个大盒 对 一个大盒 两份那个 剩下两份装大盒就行 我直接抱着一大盒吃就行 孙燕姿感谢兄弟 谢谢舒克兄弟 最行 地道 好吃 哎 钱给了吧 给了 OK 让我们干什么 看我们牙子六十分 这样整整可以生日的 对 看看啊 看人家弄 直接放完了 直接一装 怎么着牙哥 对啊 挺多的 你看着 他这臭豆腐好吃还便宜 对 周淑仪 我觉得周淑仪挺漂亮 就女主玻璃 我觉得淑仪妹妹找的 真的挺漂亮 看着都香 听雨哥 听雨哥也馋了 好吃 一会回去吃 老馋了 老板 这一份这么多呢 这是两个人的 两个人 四份 行行行 这是四份 咱要三份 OK OK 不都是咱的 不都是咱们的 不都是咱们的 吓我一跳也 那也不少呢 那也挺多的 对 这两个大盒装三份 行 挺好的 你吃不了你剩下给我 我知道 贼他妈上瘾 你叫大伙大伙 这是 这是你的 让人弄 让人弄就好使喽 老板 咱这能有网购吗 就在网上能买吗 网上没有 对 人家是做实体 网上没有 对 等于就是 人家大哥大姐 人家就是做实体 人家不做网购 臭豆腐呀 兄弟 臭豆腐味香 有牌子吗 我给你看一下 来 我给你看一下 我小意思 兄弟 这儿呢 黄解臭豆腐 本他妈像 就是这种地摊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在里边点臭豆腐 还能点菜 上里边吃饭 正好这就是 这一小门脸 旁边就是等于 能上里边吃饭去 然后那这边 还有卤味的东西 卤味的东西就久吃 然后你可以再点炒菜 都写了价格 这都有 对 都有什么 然后你直接弄完了 上里边 上里边一桌的 可以吃饭 还有毛豆 真香 我的这臭豆 我真的吃得上瘾 我靠 地豆 对 生意刚刚好 我跟你说 下午四点 到夜里一点 越是地摊 我跟你说 这种脏摊才香 这都是手艺人 震头震 震头震兄弟 震头震兄弟 所以有机会来吧 上这尝尝来 那想的没干 哎 行 谢谢 不干 等一下 脆一些 谢谢 行 谢谢老板 谢谢 明天再接着吃 吃上瘾了 今天吃完 明天继续 很多人中午不开门 要么你中午都吃它 对 他主要中午不开门 他要中午开门 我他妈中午也吃 他主要中午不开门啊 下午四点才开呢 这辣椒炒肉 在这边把辣 它吃够够的 走 回去吃 开醋 我跟你说 这臭豆腐 你闻着着吃点 辣椒香 我家 真的吗 上瘾 我家 我一看这臭豆腐 我都不想骂严明了 回去光吃 不空血啊 严明 严明臭鸡 臭鸡 臭鸡 你帮我毒 哎呀 等着啊 一会儿回去给你们吃 尝会你们 然后你们可以点外卖 哦 你们可以点外卖 好家伙 对 别走错了 这又准 前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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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买冰狼啊 媳妇 买个屁 来包啊 不给你买 来包狼啊 当个狼友 三天想吃冰狼 我不给你买 咱当个狼友啥的 你狼你了 也没有说 给我五百块 哦 把你的牌子也改成 颜丧狗 颜图顶也行 你没钱完完有 你居然找网 骗网 我几块的钱 你还是什么 晚晚都没来 你都琢磨老想坑人钱 真不要脸 晚晚这两天应该来大鸡马的 你俩人 你真记不损 那没来你 他还消费人 跟狗似的 多损呐 这边灯子那么红啊 我操 那么小粉灯似的 我的家伙 玩个活啥的 走 这边电梯都有其他好 哎呀 祝晚晚大姨妈快乐 多损呐 啥狗 你有损吗 颜明 怪不得你徒顶 够了 我是男人 呵呵呵 你还 你给我给我 给我一个我还能拿 刚刚老师你拿了一个货架了今天 哎呀我的妈呀 来 行完事走 但是但是哎 现在有信号了 还是没信号 还是进里边 我进里边有信号 这不就有信号了 哥里哥哥里哥哥里哥 是不是这不就有信号了 哥里哥哥里哥 等会哥里哥 哥里哥 把水和盐先放 对先放那边 零食也放那边 你买了好多零食 省着咱俩都不知道是啥 等会儿叔叔 我把衣服掉了 开始了 孩子 今天他们就得往死吃 赵他们死吃 哎呀这臭到真谣 你坐那边我坐这 你坐那边我坐这 你坐那边我把机子架这 好吧 把衣服从那边去 来媳妇到哪里去 你坐这就觉得了 对 现在就是有的是地方 电梯够慢的 三楼其实是挺慢的 我也觉得它慢 小本奶奶的电梯啊 你要快 价格也够一样 明白不 铁棒 铁棒 哎哟大叔还没给信呢 大叔啊 赶紧给你打那边闷了 等着啊开灶 闷了它就不脆了 那萝卜丝就着吃也倍儿香 看着没有 最大一份二十 看着啊 那不是二十宝贝 这一大份四十 对 我这份是二十 看着 一大份四十 就跟那老北京卢主 咱跟那老北京卢主 一样没麻 呗 等着我给你看一下要明 我看我那盒扔机吧 我给你找那盒 你等会大哥 来大哥 你要想买这个点这个的啊 点这个的兄弟 这儿呢 你直接去淘宝 淘宝就能买到 八十八一盒 然后呢等于包优 特别好用 但是这个呢 你要抹到你的那个HPV上呢 可能会烧一下 呃 但是那种烧的疼痛感 那确实也挺疼的 能忍得住 总比你去医院走激光 强很多啊 叫优业康 人家说了 你把这点的优上 三天要不好使全额退款 特别管用 就是劲儿有点大 真就你你点上瞬间就开烧 卧槽就开始疼了 特别好吃 来吧兄弟们 扁平忧是不是姓病 人家脸上还有长扁平忧的 别吓死 那我说错了 他们说我脸 老说我脖子上长着 行不行 也没用水 哎夹这边啊 现在行吗 哎洗一卡用的 去拍了戏也不客气 我把我生活能用到的东西 我都推荐给你们 我能用到的 包括痔疮药也是 痔疮药也能给你们推荐啊 这都是 都是痣友 都是忧友 咱性病 咱性病可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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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没饿过呢 嗯 哎呸呸呸呸 它没有疤应该 它还有一个就是 你那个药 你那个药掉了以后 萝卜丝 你那个药掉了以后 那个恢复的药 两种 嗯 嗯 真香 萝卜丝也好吃 我上火了 我上边的牙冻疯 可能 可能在那边咬 你那边咬了 对我也是 我一吃辣的就拿饭吃了 有疤吗 没有 它有两种药 一个是让你弄完了 好了 再抹别的药 对 那谁 出酒 脱豆腐 本鸡不香 真好吃 旁边是我媳妇 哦 洗吧 真香 这玩意儿可以 不想吃 好吃啊 我吃臭豆腐吃饱了 我最少得吃两份 一份不够 哎呀 喊一口我不吃饭 我在长沙吃炒豆腐 本鸡斑辣 小沙吃炒豆腐 小沫沫丝 你们看见那药对 把那名打给他看 油丝 油业汤 油业汤 我看一看 你们拿手机截图就行 兄弟 拿手机截图 这么着别买错了兄弟 八十八块钱包优 不客气兄弟 给你们自己截图啊 要不省了记面记不住 拿手机截屏就行了 拿手机截屏 油业汤 看到了吧 撤了啊 好好吃 我给他买了好几种药的包似 在刘洋哪里我家就爱刘洋 我们在镇头镇 在镇上 萝卜丝好吃 这是我俩到湖南吃的最好吃的熟豆腐 尝啥那个都没有这好吃 对那样是八十八一盒 八十八包优 特别外用 就是烧的有点疼 能忍得住 今天给我烧的 确实疼 但是能忍住 都比你去医院排队什么挂号 情多了 吃不了给我啊 你学了两发还吃不饱了 行啊 卑鄙 这萝卜丝也不是香 对可以当主食 豆腐可以当主食 我都爱吃豆腐 炸豆腐煮豆腐 蒜豆腐都行 炒豆腐 豆腐下饭 可以行可以行 你去买吧 测过来用 你看我这昨天上的基本都掉了快 烧掉了 你点上它瞬间就烧 但是你过个三四分钟 你得把药擦了 因为这药筋太大了 把他伸都会伸 对 所以你们买完这个药上完了 等个三到四分钟 就赶紧拿个小面筋擦一下 因为这药筋太大了 烧的真疼 所以你得擦一下就好了 那些十三大咖兄弟 他就是把那油他给你烧烧死 然后等他自己脱落 然后他还有一瓶 不是两种药A加B吗 他还有一个药 往抹上 他就再也不涨了 明白吧 两种药A加B 先用A再用B 弄完了抹上 这个地儿再也不涨了 这那么香哦 这是我最好吃的臭豆腐 这汁也行 吃个小萝卜丝 我就把我生活上用的东西 哎 好像黑点也行 黑雾的好像也行 别瞎说 你让他们看看 看一眼 你看一眼 你回头淘宝搜完之后 看他们的说明 咱别瞎说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去看一眼 叫优叶康 你自己搜一下 他都会有产品说明 对 你看个雾的能不能行 对 你别瞎急不用 可以都给雾的烧坏了 你看一眼 但是他这个烧的劲儿特别大 真那么牛逼这个 你自己搜一下 他都会有功效的兄弟 我可不能瞎给你推荐 你瞎推荐完 这个油可以 但是那雾的我可不能瞎给你说 他烧坏了 我可负辟责任 别再夸喝他抹辣子 你 再给人烧坏 有油用这个好使 味儿牛逼 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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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火了 还什么吃零食 不听话 都上火了 还什么吃零食 那你晚上也不领我正经吃饭呢 你这就吃粥豆腐 就不正经吃饭了 你对于我们这些 不正经吃饭的人 吃粥豆腐就 他妈是一个正经 所以说你还想我不正经吃饭 还想我吃零食 兄弟尖锐食油你可别抹着啊 你要抹完了 你那果汤最少 他妈的最少给你烧一下两厘米进去 哈哈哈哈 嗯 还能连根烧 那外面突出的全给你烧掉 你那个外面的小鸟容易烧掉了 兄弟 尖锐食油区正规的医院 这个 不是尖锐食油的药 他挺厉害的 你们尽量 就是你涂抹到皮肤外侧 把皮肤别的地方的药赶紧擦了 我老那鸡脱了 厕头烧的厕头 就把你的好皮肤拿坏了 但是这种疼痛 烧的疼痛应该老是个男人应该都能忍得住 没问题能坚持 忍个三四分钟 拿个棉片一擦就行了 擦完就好点 少说话一说话就喷 好 而且兄弟 不爱弄了 它面脱凸出来好大一块 这个 烧啊 你要特大 拿头发丝一剂就行了 咱可能气不过来 好多个 你就抹药吧 快 瞬间就好 特快 你当天抹第二天顶嘎巴 第三天自己就掉了 顶嘎巴吧 死了 这那么香 两份没够 喝点汤 这汤也行 跟老北京吃卤煮似的 端一碗 跟老北京卤煮似的 这那么香 炸豆腐 老北京卤煮不就这么吃了吗 别说我都没做美食啊 今天美食都吃臭豆腐啊 今天美食吃臭豆腐 别说我没做美食啊 那一碗不凡是四肢 好吃是吧 我操 要的名字你们知道帮打一下 等会给你看一下名字 有叶康 手机截图兄弟 手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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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叶康 这个要 淘宝就要卖了 兄弟 你拿那个手机截屏 然后呢去那个看一眼 特别管用啊 有叶康 淘宝就要卖了 我发现现在是不是长的东西还挺多 嗯 那就是免疫力低 嗯 这个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总熬夜 他免疫力低吧 就容易 欢迎对外欢迎静静 兄弟 欢迎无名 找到吧 看好的哪里 拿手机截屏 手机截屏 对 小猴子也可以 理智 小猴子可以 拿这烧小猴子特厚实 我这就是嘛 U就是HPV 其实就是小猴子 我这就是 直接一烧就行 U叶康 淘宝828要钱包又特好用 但是先说清楚啊 你这个药 你尽量别切除到其他好的皮肤 我先跟大家解释清楚啊 因为可能长这个HPV的人挺多的 但是一定说一句 这个药你记住了啊 你要怕疼的哥们 你像我这个 就这几个 你要怕疼 个人建议 你先点几个 因为你要一点点一大堆 我操 你知道昨天我点完 一红一片 我这一片啊这儿 全他妈给我烧红了 所以说个人建议 你们要真有这东西 就这一小瓶 我操这药可好使了 你只要一沾上瞬间就开烧 瞬间的疼痛感就出来了 就点换处 这是护肌保养护理的 然后你点这是A 你用完这个 你再用这个 就是这个U 它自己会掉 掉了之后你就抹这个 抹完这个地 它这个地以后再也不会长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记住了啊 如果你长的多 个人建议 你先一点一点点 要不你点的太多 你绝对受不了 真的挺疼的 但是那种疼呢 嗯怎么说呢 反正能忍得住 但是确实也钻心的疼 你去医院一个是贵 第二去医院 你拿激光比这可疼兄弟 那可比这可疼兄弟 个人建议 一点一点点 就是死状忧 他就是死状忧 死状忧就是猴子嘛 小猴子 人家问你就是死状忧 所以说你就点就行了 大神你一定记住了 如果你长的多 你就一点一点点 就点个三四个四五个 慢慢弄 要不一下点那么多疼死你 哇操 所以说这药件相当大 我都这么多年给我疼了 哇操 点那么好几个人 他妈给我烧的 这一遍全红了 哇操 但是确实真快用 确实好用 省得你跑医院了 你知道吧 没他妈脱头 喝点汤嘛 但是你没发现 好多人问你这是什么东西 好多人都长 这正常 就是他就是胖 有的时候你免疫力低 他就会长 免疫力低就容易长得小猴子 没事 免疫力低 要不你去医院 要不你就买这药就行了 你看就是都是免疫力差 是吧 就是免疫力低 HPV也会因为免疫力低 没吃饱啊兄弟 我就让你买点别的吃 你要赶紧 就挨骂了 我他妈没吃饱 我媳妇就骂了 我不是骂你 大哥现在11点了 你再不吃别的 不吃了 饱了 一会都关门了 我心里了 我估计我胃还没反应过来呢 我吃的太快了 哎 欢迎国王大哥 对是和HPV有关系 但是HPV吧 现在啊 一帮孩子 就咱们那么大岁数的人 有点那个HPV很正常 你免疫力低 就按咱那话说 就是身上长了一小猴子 但是怎么说呢 你用这药就行得很快 所以说得这个别怕 没事 卧槽 这汁也不是香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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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车被一老太子撞了 真倒没人跑了 明天去交警队 卧槽 我跟你这么讲 郭王 你就记住我的话 郭王 破财免灾 明天给你蹦蹦 明天给你蹦蹦 第二就是什么呀 郭王哥 你真找着那老太太 估计也赔不了你多少钱 明白吗 郭王哥 所以说这东西 你就当着破财免灾得了 甭生气 破财免灾 人 你就记住了大哥 人没事 比他妈什么都强 我想牙哥 破财免灾吧 破财免灾就得了大哥 挺好 你调整一下心态 破财免灾 烧火太难受了 偶尔弄压 你得搁地上不行 相当牛逼很不烦 现在咱鞋都不搁地上 搁桌了 我都买好多零食 你吃吧 反正明天放泡 你要饿了就吃面包 喝面包 你明天放泡多带着点 省得我怕你累 我怕你累 你别人这两个怪气了 我没一样关系 我怕你累嘛 放泡的时候你得吃零食 我怕你累 言明我不知道啊言明 我怕我奶奶累 不不我真不我 我怕我奶奶累 一会都关门啥 放泡的时候我奶奶会累 我怕我奶奶累 这就行 我奶奶坐着都累 躺着我都累 我奶奶坐着坐那都累 鸡爪子挂子都得啃呢 那那那怎么整整啊 那我抽烟啊给你聊 烟的事打死你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长那HPV吗 其实很简单 这跟你得大病没关系 一个是什么呀 你个人体质低抵抗力低 他就容易长这 因为这东西属于皮肤病 第二呢 要么就是你胖 他也容易得这个 明白吧 要么第三 就是可能你跟某一个异性的男人 或女人上过床 可能这东西也会传染 所以说这东西并不是什么大病 对吧 对 所以说这幽啊 这个丝状幽 他并不是尖锐石油 那是两码肾 你看我这就是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得的 因为我当时得这个是跟我前女友之前 我就有了 我都不知道我咋得的 可能没准 咱那说就是因为我老熬夜 老熬夜也容易起 知道 所以这不是啥大病 没事 所以你要有这个呢 你要说真是长在脖子上啊 明显不畏 对吧 你就直接上网上买这个药就行 这个药也是咱家哥们也推荐给我的 特别好用 所以说你一点上就行 特别好 是你都不用去医院 明白了吧 管用 好使 所以说有的哥们 你就可以检查检查脖子呀 或者身上这嘎子窝 你要有你就买一这就行了 特好够 特别管用 国王哥 HPV是性传播 不是我跟你说国王哥 他不光是性传播 或者说 也不能说性传播 就可能说咱俩一起睡觉 可能这东西 咱俩我搂着你可能 对接触 要么就是你突然胖了 你变胖 你也容易得这个 第三就是你老熬夜也容易得 所以这不是啥大病 没审 你看我昨天晚上啊 我昨天晚上点的 今天我一看卧槽都烧死了 现在一碰 都黑了 现在一碰咯吱咯吱的 别动 明天就会掉 他自己就会掉 掉了之后 我不刚才跟你说他两瓶药 直接就抹这就行了 油野坑 这个你抹上 这个地方他再也不会长了 所以说你们知道就好 我不是卖药的 我只是把生活中 可能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状态的人 就包括痔疮啊 还有这个 我就推荐给你们 你要正是说想买痔疮药 我也可以给你推荐 买痔疮药呢 你可以搜索日本品牌大正 大正牌痔疮膏 那个一小盒呢 可能十根 九十块钱一盒 一盒十个 但是呢 确实挺管用的 应该不会留疤 他后期那个白瓶呢 就是防止他留疤 他白瓶的 应该就属于修复 这个 明白了吧 应该是不会留疤的 拿这个修复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 你看他这边写着嘛 A加B 看见到吗 A加B 他这是一个专门烧 一个是恢复的 所以两个油野坑 口腔溃痒 还用推荐呀 完头啊 直接吸过刷不就得了兄弟 你知道为啥你口腔溃痒吗兄弟 我告诉你 你这一看就是吃上火了 知道吗 我都多少年没有口腔溃痒了 我媳妇最近老有口腔溃痒 又老嘴呱呱吃瓜子 就上火了 你就怼那西瓜刷 喷两回就好了 我跟你说 完头大哥我教你一招 一个对一个是西瓜刷 第二就是什么呀 每次你吃完上火的瓜子啊 零食我教你一招 你也别嫌麻烦 吃完了吃根黄瓜 黄瓜特去火 明白吗 所以说你口腔溃痒 咱说实话 一看就老吃零食 我媳妇就吃 你看我不吃零食 我就没用 对HPV对男的没有什么影响 男的都没有影响 但是对女的不好 女的容供女癌 所以说去对 就赶紧把这遮好了 明白吧大哥 这一看就老吃 老吃 老吃 老吃零食 口腔溃痒 就零 那个零食引起 也不是 有个人就是爱坏嘴 就是缺 你多吃点 如果你总经常吃口腔溃痒 你吃点维生素B2 缺必足了 缺维生素 所以说你就记住了 每次吃完上口的东西 就赶紧嚼根黄瓜 你要说等口腔溃痒 你再吃黄瓜 已经没用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吃完这东西 诶 文童大哥飞机 就是你吃完零食 赶紧来根黄瓜 黄瓜是最去火的 还有一点 你想吃什么 你吃苦瓜也行 但是苦瓜我吃不了 你就吃黄瓜就行 不客气大哥 没关系大哥 这都是生活一些诚实 感谢文童哥飞机 感谢大哥 所以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这直播间 就是有的味道的直播间 除了要聊这个 就是聊治疗 所以说很多治友 天天跟我探讨治疗的问题 你知道上次我自从在这儿 我再教你们一招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招 你都不用上药 你知道对治疗好处 还有一个东西 国王哥就希望你们有痔疮的人 听明白 门童大哥 谢谢 我知道你老来你就很少说话 你要不想买药 你也不想用药 一个是浪费钱 一个是怕麻烦 我教你一招 现在咱们都是做坑 你相信我 你把你们家做坑砸了 变成蹲坑 欢乐哥 我回家第一件事 就把我那楼上的厕所给牙砸了 我就那一蹲坑 蹲坑拉完时 犯痔疮 一点都不疼 然后紧接着拿水一起 特别好 也不用你浪费那钱去买药 特省事 所以你记住了 回家 我第一件事就把我们家马桶 楼上那厕所给牙砸了 我换一个那个蹲坑 真的特别惯用 我今天一在这儿拉屎 我操又急把饭制住了 就是做 这是做坑 妈疼死我了 又急把饭制住了 我也特纳闷 你说为什么蹲坑就没事呢 哈哈哈哈 我就特纳闷 你说为什么蹲坑就没事呢 文童 大哥谢谢你 蹲坑拉 真的我跟你说 蹲坑真的舒服 对 真的特舒服 你翻痴疮也不疼 因为你坐坑吧 你一直坐着 他挤着那个 所以你越坐越疼 你知道吗 反正我不管你们用没有 回家对 就是雨雪 所以你坐着吧 他就老挤着这痴疮 他就疼 他痴疮就是雨雪 所以你一坐 他就老挤着那屁股 所以说你去蹲坑就没事 因为你蹲他张开 一点都不疼 我还是那句话 我亲测 我第一件事回到北京 第一件事就回到狼房 我第一天把我们家马桶换了 这你妈天天犯痴疮 这你妈哪受了了 这你妈哪受了了 这个玩意 换个话题 反正你们自己知道就好 自己知道这事就得了 反正都通知一下 反正我是回家第一天 就是把这事办 这他妈是正事了 犯什么也别犯痴疮 你妈走路一拳一拐的 一问怎么疼屁眼疼 她这一看痴疮 你妈怎么疼啊 我他妈得痴疮都多少年了 我这儿 理发的精神多了吧 我是不是理完发精神点了 我就是懒得打扮 我就是懒得打扮 所以给人感觉天天就脏兮兮的 特辣呢 那谁滑北 真的滑北 你别急滑北 你他妈有一天 你他妈也得得脂肪 男人没有没脂肪 谢谢温阳 可以跟治班通 我就跟大家再解释一句啊 你们要真有痴疮特严重的人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咱家有大哥去做了 现在这些肛门的那些医院 确实技术挺厉害 就是说你去做完就是微创手术 一个是不怎么疼 第二就是什么呀 你做完微创 他保你20年绝对没有痴疮 所以说现在你去做那肛肠医院 去做这东西 现在医疗这些设备也发达了 我像国王大哥 但是我呢 从小到大我就没做过手术 我宁可疼我都不去做 他没17年帅滑北 所以说你们知道就好了 你要真是治疗特难受 老特别难受 你就去做了 找一个好点的医院做个微创 他保你20年不犯 所以说现在这个 就是现在这医学吧 就真的挺发达 你别问我为什么不去 因为我怕疼 我不敢去医院 口腔溃疡 买金 金银钛是个好药 你用过 以前吃平朗 口烂了 其实西瓜霜也行 用西瓜霜怎么用啊 临睡觉之前喷上直接睡觉 第二天基本就好了 特快西瓜霜 西瓜霜 口腔溃疡的时候 千万别吃他妈西红柿疼死你 所以说你记住了 玩意坏的 哎死啥 人家口腔溃疡了 你去让他吃西红柿疼 疼他妈死你 就有点太损了 我跟你说 尤其西红柿那汁 哇擦 他妈口腔溃疼疼疼疼疼 相当疼 所以说你你问问 顽童大哥肯定就是那西红柿 你肯定吃不了 他妈是真是药病的疼 缺牙呢缺牙去哪呢 北哥 呃静哥刘洋车都很好吃 我们的反正店门口的特好吃 对吧 所以西红柿你没法吃 哦金银钛只是药店有些买不到 明白了对 那谁那个顽童大哥 你可以看看冷眼 冷眼大哥 人家推荐的那药金银钛 哎 新世界大哥来了 新世界大哥好 大哥咱有新活了 放RT 感谢新世界大哥那天挺破坏的 那天点了好多 挺谢谢大哥支持 痔疮不疼直痒怎么办 那就不严重 你要真严重的话 那那么那你就得注意了兄 你刚开始犯痔疮不疼 养是正常 你要慢慢严重了就该疼了 所以说你现在应该庆幸他不疼 第二 你现在既然有痔疮痒 你就真得控制点饮食了 那些辣的刺激性食物还是少吃的 你千万别跟我们似的 这他妈痔疮一严重 我他吃辣椒 就哪怕有一点点胡椒粉 都他妈受不了 我们可以给他们推荐 吕美加 吕美加混玄叶是对胃好 就是你老胃酸 你可以吃吕美加混玄叶 烧心 就这么 这么长一袋 这么宽 就跟那牙膏似的 你一挤嘴里一喝 一会儿就胃就特好 因为你可能吃多了东西甜 延迟你会烧心 反胃 你就吃吕美加混玄叶 特好吃 我原来的烧心我都不懂 我就是自从认识我媳妇之后 我开始知道这些东西 要不我都不懂这 明白吗 就是胃不好的可以去参考一下 吕美加混玄叶也特好 多门对那个胃 就是烧心特管用 夜导 那谁新生夜大哥 谢夜大哥 看看明天上哪 明天明天放炮 明天弄点二踢脚 当然不知道明天架子 能不能到 着急弄那炮架子 二踢脚那架子 一个一个放太累了 明天到货后天吧 二踢脚那架子 给你们看一下 买了一个三十六口 二踢脚一个一个放没劲 就得这么放 效果好的话 咱可以定做一百个的 我来说 先放三十六个 好使 让你媳妇给你舔舔舔啥呀 我痔疮准备去手术 要喝点酒 等她出来再去吗 我要是你啊 真的我其实挺想去做的 我不敢 我怕疼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我没做过手术 所以说这是痔疼嘛 就是自己什么呀 又疼吧 又遭罪 去做吧 微创手术又不敢去 没办法 我只能忍着 不敢去呀 没那胆啊 从小到大没做过手术啊 哎 你问问怎么着了那边 没东西呢 到底啥情况 不知道啊 你问问那谁那小哥呢 他送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们注意些咋不知道呢 你们送没回家呢 还是咋的 体验一下 吴敬我爱你 那谁那个新道兄弟 他现在自己就在外面呢 他说了什么 那我去看外面呢 又接活了吧 是不是又接活了兄弟 又接私活了 这家伙 北哥今天玩游戏了吗 北哥 什么害几个 什么没懂 什么叫几 几个什么意思 我没懂 瞎聊嘛 明年星期一了 你们也该上班了都 多挣钱吧都 你今天玩了 你过第几关了呀 我现在他们也过不去了 他妈的 我自从放炮的游戏 我就没早玩 然后呢这两天可能我下波早 玩个一小时 我他们也过不去了 都怪我 你他妈怪我的 上瘾了 不过什么呀 华北你清醒一点 这个小游戏 这个小游戏虽然上瘾 但是不用花什么钱 就瞎玩嘛 但是你记住他再上瘾 你也会有时候玩烦 你看那会我玩的时候 在家那会我在家没出来的时候 我也特上瘾 但是现在我都习惯了 我也就无所谓了 明白吗兄弟 你玩一段时间 一天你就不上瘾了 所以说你先玩的 最近几天你可能上点瘾 到时候你就玩你就不上瘾了 慢慢你过不去你就觉得无聊了 你同时问我咋玩这个 但是这游戏火着呢 那我操 你别小看这蛋壳同队 怎么游戏火着呢 我操休闲 这游戏那么挺上瘾的 兄弟 我操 这游戏可上瘾的 兄弟 哎呀妈爷子 就是闲的没事 就像那些职业班的呀 闲的没事啊 出差没事的 可能在酒店可以玩玩 职业班 玩玩 消货消货时间 所以你这一玩 这玩上瘾 哇塞的时间粗粗的 过得倍快 这就是休闲嘛 麦兜兄弟谢谢 你就凑合先玩吧 反正你有时候不也没事吗 玩那来就吹吹牛逼了几天直播 你要不累你就玩会 这东西就是休闲的东西 也不用你充多少钱 多好事啊 兄弟 多好事啊 哎呀 哎那这国王大哥 谢谢大哥 国王大哥 这他妈的 今天咱家大哥 也垫了好多国王哥 就是他妈十块钱 那磨盒死活垫不出来 就抱不出来他妈的 这他妈的捧车 陈静兄弟 谢谢国王大哥也谢谢 我都一边玩一边看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说你要 我没字幕的时候 你就跟我聊聊天 有字幕 你就玩你游戏就行 因为有时候我也怕 没字幕挺尴尬 这么大主 没字幕多尴尬 跟你们守灵似的 跟家守灵 出来也守灵 哪一句话说理去 所以说 有人字幕聊的时候 你玩就行 没字幕啊 就跟严明似的 陪我聊一会儿 聊一会儿聊一会儿 没字幕大哥 等个大哥啥的 刷点吃点喝点 那鸡巴刷点没毛病 哎呀 这这趟流洋之旅啊 真他妈挺爽的 这炮上说实话 就点那边点呢 真的我感觉 我把我一辈子 要放那边炮 都鸡巴点差不多了 就尤其放那边放 真他妈爽 我得放了几十箱的边 我操 对 你拿那水先冲 一冲泡就行 一冲就行 我那衣服还没洗呢 前两天出门吧 老他妈忘买肥皂 今天买着了 赶紧把那衣服洗了 那天弄的那衣服 都他妈 都他妈成他妈什么 祖传的衣服 你看看 看着衣服都他妈祖传的了 都他妈快立大了 全是堵 那上衣也是 冲一下 因为土他不算太脏 一冲那土就掉了 拿那个水精大一冲就完事 哎呀明天继续吧 继续干 明天又得上战场 明天 我感觉 哎干什么 我感觉我这头发一紧 精神头也好 是不 谢谢干什么兄弟 感谢 嗯 这一脚完头精神头也舒服了 我我挣了多少钱 我没挣多少钱兄弟 现在主播的行业交税多 挣不了多少钱了 原来可能你们会认为 主播挣的特别多 确实那会交税交的少 现在他们交税高了 说实话挣的真是他们辛苦费 真的挺累 明白吗 该交税交税 该斗鱼抽成抽成 工会也抽成 基本这钱全交上去 所以你看一个火箭五百五千 刷到我们主播手里 才挣一百六十二块五 基本全交了 对那会最早国王哥 那会最早一飞机拿到手四十五 因为那会没有经纪公司 后来从2017年有了经纪公司 一个飞机拿到手四十 往现在呢 三十二块五 又他妈少拿七块五 明白吗 哥 所以这七块五干嘛了 交税了 明白了吗 呵呵呵呵 所以说 没办了 现在这他妈礼物吧 一百五千 主播拿到手 挣他妈三十二块五 没分呢 分成太少了 所以你看好多大哥 就现在户外 基本都是点活 转私包 就是微信我 转你钱 你去演活 相当于什么呀 我转你五百 相当于给你刷了撒伙去 大哥也能省钱 主播收的钱也实打实的 你知道吧 但是呢 私下收私包这个行为 直播还是少输 不提倡 尽量还是不提倡这东西 明白了吗 哥们 说私包肯定是好事 大哥也能省点 主播十大事也能拿到现金 哪辙呀 交税多了怎么整 所以说这直播现在 我没跟你讲吧 你但愿有点能力呢 直播都基本不干了 都他妈退役了 都他妈现实忙去 谁他妈还干 这他妈相当于 帮他妈斗鱼 帮他妈国家打工 自己累得跟狗似的 给斗鱼跟国家打工了 没法说 有些话没法说 交就完事了啊兄弟 交税就完事了 懂点事 交点事就完事了 别那么多废话 没办法 没辙呀兄弟 哎 挣的多交的多嘛 对吧 挣的少交的少 我身边很多人买车 买车卖车抵税太多了 一年少二百多 各行各业不一样大哥 这直播盯得太死了 没洗 直播盯太死了 没戏呀大哥 对我们我们打工还得自己上保险三哥 没说错 我们还得自己上保险 斗鱼也不关我们保险 我们都得交 我们 我们得自己交社会保险 没招啊 操 我们还得自己交保险 交人说还得自己交保险 那你说这马上咋整 对呀 没跟你说嘛 前几年直播内容也丰富 什么都能说 什么的也都能聊 那会儿税也不高 现在呢什么都不能说了 限制多了 交税也高了 然后平台规矩也多了 没辙 签约了也不 没有 你记住了兄弟 不光斗鱼 所有某阴呀 某牙呀 咱斗鱼呀 还是某手 所有网络主播 甭管你是自媒体的 做视频呀 直播呀 直播带货全没有保险 明白吗 跟你签约没有关系 都没有社会保险 我们自己拿钱自己上社会保险 现在大哥少了 大哥少不很正常吗 你节目没意思 可能我希望你们有节奏 我希望你们互相骂 你们一骂可能有效果 我看着高兴大哥就给你刷礼物 现在没有了 没有节目内容谁还刷礼物 有 少啊 现在就是挺少的 现在能刷礼物的大哥 基本都是因为情怀 那你对那也得交啊 北哥说的没错 那也得交 甭管怎么着 税绝不能投 必须得守法 你就记住了 你再不想交 你也不能违法 咬着牙你也得交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都不生孩子了 让保险啊 社保都不咋交了 没辙呀 对 一个是保险 一个税都得交啊 对吧 甭管是税 还是个人保险 你都得医疗养老 你不交以后老了 没钱治病咋整啊 是不是 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以后 会不会得什么大病 所以这保险 你必须得养老啊 医疗啊 这是必交的 必须得交 没钱 你一借钱 你也得交 对吧 就怕咱自己岁岁大了 他没钱 咱也不能操五六十 咱天天出去打工 后几个累了 对不对 所以有保险是好事啊 不交什么都得交保险 保险可是好好东西 所以年轻人记住了 年轻人过十八岁以后找工作 必须要上保险啊 年轻人就是 你再没钱 也得去交保险 那都是以后的好事 明白不 保险可是好东西 所以你现在保险可能没用 但是你交时间长了以后 对你岁数大有好处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知道吧 一定要交保险 是好事 交保险 我都交了十二年多了 好家伙 我交了十二年多了 好家伙呢 再他妈混个两年多 就正好交十五年 第一阶段到了 第二阶段交二十年 第三阶段最高应该是交二十五年 明白不 北京有个什么医院 说是从那里制不好的都 制不好就制不好了 协和 北京医院太多了 大哥 实话 你要问我北京医院太多了 我他妈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积水台啊 三零一啊 同仁堂啊 太多了 大哥 像你说的协和 包括我们家门口船流 都是大义的 那谁亮哥亮哥来了 现在一般人交不起 那你也得交啊 你不上班你也得交保险啊 对不对 就是每个月就是说哪怕你不上班 你接点私活 你也得把最低标准的保险 一千来块钱 你也得交了 知道不 这可是好东西 千万别不交保险 这哪行呢 洗碗是不是一起特快是吧 一冲 对就是你一出那就没事 那谁小工具 不是 那个神经病医院在北京呢 是那个 安定 积水台医院什么好啊 积水台是骨科跟烧伤特别好 就是我治疗骨科 我上积水台 我烧伤你也可以去积水台 北京的同仁堂是什么呀 北京同仁堂治疗眼科 就眼睛特别好 明白吧 就是好多外地哥们可能尤其孩子 你要来北京要治疗眼睛 你就去重温门同仁堂医院 在北京啊 在整个中国同仁堂医院治疗眼睛特别好 你要说我骨科骨头不好 您就奔积水台 你要说我意外烧伤了 你也奔积水台 积水台骨科跟烧伤特别好治疗的 其他的我就我跟你这么讲啊 少了解医院 了解医院多不是好事 所以你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少了解医院了解医院多不好 为什么呀信信你他妈经常跑医院 你才了解医院呢你懂不 对不对国王哥 你天天他妈往医院跑 对就同仁医院嘛 同仁堂是药店 同仁医院是同仁医院 所以哥们别混啊 所以说你他妈了解本明白什么治什么的 不是好事 这一看这小的老跑医院知道吗 少了解医院不是好事 所以你看见没有 就是我特害怕去医院 我去哪我都不想去医院 我特害怕 因为我一进去闻到那味道 我可受不了 我藏那味我就受不了 开刀做手术 我就老联想到这些东西 我可不敢去医院 那谁路过兄弟 欢迎路过谢谢关小飞 解路过 多锻炼少喝酒 对少喝酒 少抽烟 少吃甜的 我现在就是他妈的多抽烟 我早晚你看过 早晚我得死在肺癌上 早晚得死在肺癌上 我那畜生弟弟早晚得死在肝癌上 玩命喝酒 早晚的事 我现在在要玩命抽 你看嘛 吃早 现在慢慢停了 慢慢开始健康了 就会好点 这烟瘾太急巴大了 真得 这两天我得跟我媳妇说 让她监督点了 不能再这么玩命抽了 我他妈觉得我 是我他妈现在抽烟太多了 所以这两天我得跟我媳妇说 让她监督着我 不能再这么抽了 这你妈哪天再抽烟死了 对我糖 我告诉你亮哥 你给我吃糖我吃 你看现在我没有 我就不吃 你看现在我一点糖我不吃 但是你别买 买了我就想吃 你给我吃 家里现在旺在那Q汤 还几把乙香 还没吃呢 有我就吃 没有你要说让我下楼买 对不起不去 懒得去 我也不吃 所以我吃糖我能控制 那无所谓 但是你别有 有我他妈就想吃 你知道吗 我就属于这种人 我还我从现在起来 我得少抽烟了 大家监督我 大家监督我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少抽烟 我媳妇也得监督我 不能再这么抽了 你妈哪天再抽死了 真得注意了 监督啊 现在是11点18 坚持吧 争取12点之前不抽烟 行吧 争取12 就这剩下这40分钟 一个人不抽 那都是 对 那就是食用焦 所以我跟你说嘛 吃他妈那个QQ汤吃的 就跟那冰榔似的 背鸡巴上瘾 嘴里挂挂酒 我走 所以不吃 不吃 回家那汤我也不怎么吃 或者吃完我就不买 没有吃 但是就吃完就不买了 就行了 再也不买就完了 这也能控制 注意身体吧 北哥也是 都注意身体吧 兄弟们 我在哪呢 不知道 你们不在 你们不看我直播吗 你们不看我标题吗 我标题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你们老问我在哪里 我能在哪里 你说我在哪里 我在黄土高坡呢 我在黄土高坡呢 好家伙 我都标题写的 那刘洋 为什么还有人很多人问我在哪里 哎呀真是 我标题都写的在哪呢 这帮人还问我在哪呢 哎 好像缺牙兄弟 你们就点击房间看标题就好了 标题都写的呢 刘洋 王子放炮呢 五月份郭杰去武汉提检了啊 你去提检呀 有节食 你要有节食的话 一个是你注意喝 一个是你注意喝酒 第二给你个建议 你啊 别怕别怕花钱 多喝点纯净水 就是外边买那种大桶的农夫山泉呀 或者那个就是那种 矿泉水 那种水是最好的 就不会引发什么节食几率很小 你就注意点饮水就行了 那酒也得少喝 对豆腐什么的也得少吃 你看我七茶 我出来做直播 我七茶我永远用矿泉水 哦 对 你家如果要有净水机就好点 你看我在家 我也用净水机 净水机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第二呢 还有一个就是国王大哥 那酒你得少喝了 豆制品啊 你能不吃还是别吃了 有节食可不是好事 明白吗大哥 所以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这豆腐你就戒了就完了 第二呢 喝水那外边的水尽量别喝 渴了实在不行 买瓶矿泉水 别瞎喝水水里边水碱什么的 对你节食都有影响 你看好多猫跟狗 就是喝那些自来水水果 可能说 家里方便直接给他接自来水喝 你看猫跟狗好多都死于节食 所以你看我家狗 我永远都是给他过滤完 我为了 要么我就买纯净水 我绝对不让他喝那些那个 就是没过滤的水我不让他喝 所以家里有猫的有狗的兄弟也注意 直接从水管子里出来的水尽量别给猫跟狗喝 最好是过滤完再喝 那个好处 要不直接让他喝这水吧 猫跟狗容易特容易结实 猫跟狗就是小宠物 华北你不知道吃什么呀 你不知道吃什么 你看你 超级炖肉呗 兄弟 我用的是小米的净水机 小米 我觉得小米一个是便宜十回 哎 光哥再帮我 你帮我再偷两手呗 不用多点几十块钱就行 应该能爆出个三百了 都你妈点了块三千了 十块十块了 今天白天也点好多狗鸡不出不来呀 我前女友父亲就是喝酒心肝去世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咋敢喝了 我没跟你说嘛 就像那句话 国王哥 戒烟戒酒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直接去医院 医生一句话马上你就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也不敢去医院 我也不敢查我的肺 明白吗 其实正常人跟你说 家里跟你说 你绝对不注意 直接本医院医生一句话 我告诉你 恨不得晚上你这一咬一咬一咬 腰你都不抽了 真者德行 医生的一句话 比谁劝你都好使 明白吗 医生一句话你要再这么抽 一年你必死 你看你还敢抽吗 我就不敢抽了 就是没那压力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我到现在医院我不敢去 哎 国王哥谢 大哥加油报个跑车就行了 哎感谢大哥 破费 行 五手抱出撒戒指 哎呀我操长凳来了长凳 大长子 没睡觉啊大长子 借国王哥破费还可以这回转了 五十块钱抱仨戒指 抱了两花 他妈怒转几十块钱 怎么着大长子 这不睡觉干嘛呢大长子 起来尿尿大长子 我以为你没睡呢大长子 哈哈大叔赶紧睡吧 尿尿尿赶紧睡吧 别看了 你一看我怕你上瘾 你又他妈睡不着觉了 那些国王哥谢谢 国王大哥谢谢 啊长凳叔赶紧尿吧 尿尿赶紧睡吧 别看一看你就睡不着了 哎国王哥破费 大哥感谢 就点差不多就甭点了大哥啊 因为这东西 这暴力 我他妈真服了 感谢长凳叔 也谢谢国王大哥 做噩梦去吧 大长子 做噩梦去我大长子 哈哈哈 国王哥破费了 你也想整我这个发型挺帅 也不算帅 你就把两边搅着就行 两边搅着 上面呢给你稍微去去薄 搭到薄不就这德行吗 后边一推不就完了 我也不知道这叫啥发型 我今天跟那 就是跟那妹妹 但是你别说那妹妹脚都真挺好的 真挺好的脚的不错 然后那他就给我研究那发型 因为我头比较圆 我适合留短头发 我我特别不适合留长头发 我留长头发 我特丑你知道吗 国王大哥感谢大哥 好长时间没看你直播 说没人了呀 嘿我他们也都琢磨呢 为什么斗鱼没人 哎臭弟弟 溜吧快去吧国王哥 你就记住国王哥破财免灾 好使大哥 心里就会平衡点 明白吗大哥 破财免灾大哥 给你发了 什么啊 没有啊 谢谢浩南 只要是妹妹你看都行 李发李发一个人25块钱 国王哥谢谢啊 长头叔也是 我我25 我媳妇25 知道吗 我那会儿再顺一脚那头一模一样58 这边他们25也算挺便宜的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所以说对于外地人来说脚个头25贵 不过他们当地也算便宜 对但是在我们那我们那顺一那会儿58 我知道刚才卡了一下华北 没事现在不就行了吗 他可能就是流量费完了就断一下 流量费完了就断一下 现在流量真便宜 一块钱800兆 相当于一块二 一块二三一个几 这那么挺便宜的 现在这流量真挺便宜的 好屎 好屎 妥妥好屎 木木的好屎 没毛病好屎 我求必应 谢谢我求必应 大长的姑娘又睡觉去了 大长的快睡吧大长的 你先睡吧大长的 小云做噩梦啊 看多了做噩梦大长的 好家伙呢 这我求必应 剪头发怎么叫脚头发 我们这一说就脚头去 一说就脚头 我们这说脚头 北京话嘛就是脚头 你在这看新闻呢 但是一般普通话叫剪头 所以我们这说麻蟹脚头去 脚头发成吗脚头吗你 脚脚砸毛你 明白吗脚脚砸毛你 脚脚砸毛你 脚脚砸毛你 流量估计用的快还行吧 反正我用4G 我没用5G 这你妈5G那流量那苍苍的 那么流量费也贵 4G就挺好 没必要用5G 绝对不用5G 那他妈还推荐 连同还推荐你得用5G 我他妈可不用 我他妈可不用5G 做直播的没有用5G的 社会哥用他妈5G 5G跪着呢 可不能听他们的 你听连同他用5G 他妈跟你说跪死你 4G完全够用 下午严明凶我 是吗 你骂他呀 你骂他不就得了 你往死骂他 你看我 我咋要骂严明 严明招我我就骂了 所以北哥 把你欺负我的劲 请你用到严明身上 你咋欺负我 怼我你就干他去 你他妈就欺负我行 明白吗北哥 你一骂他他肯定跟你提北京的事 知道吗 所以我要是你爸欺负我的 你用他身上去 那就欺负我行吗 千万别换我 我知道我知道 大哥我不用 哎亮哥今天开播了吗 亮哥昨天是不是就没开播呀亮哥 亮哥他妈回锦州了 他妈直接他妈的 好家伙他不开播了 不敢我们三个人 一声都没感知 该骂骂的 我估计黑哥也累 我估计明天应该能开播 休息一天明天开播 黑哥估计 黑哥被黑粉黑的开不开播了是 他就多于搭理那些黑粉 没有意义 你看我房间只要黑粉瞬间封明 不影响心态 直接干净 明白吗 你就记住我的话 正常聊天吹牛逼骂人的 可以理解 但是你别说 特别损的那帮穷损 直接就干掉 不能留着 留着影响 心态 所以你看我房间 你骂人骂我开玩笑都无所谓 但是正经事归正经事 你要在那捣乱 那就直接滚蛋出去 绝对直接就三百六 没有一天直接就三百六干掉 明白吗 兄弟明白明白吗 葡萄酒兄弟 对标你和户外 礼物不多 不解释了 不解释了 哎呀 吃块糖吧 还有糖吗 媳妇 等会我拿个糖吃 不抽烟就吃很块糖 来吧 这叫什么糖啊 黑糖化煤 来个糖吧 哎葡萄酒兄弟感谢 吃个糖吧 兄弟 四十分钟不抽烟 今天就慢慢自己戒烟 不能说戒 少说一根是一个 哎 那谁小北溪来了 北溪那个葡萄酒大哥 谢谢您 关北溪 提问您能再帮我兑杯水吗 可以 谢谢啊 辛苦您 你要少抽烟就行了 哎我现在不抽烟 你看现在我都说了 十二点之间觉得一根烟不行 行 没问题 哎呀 你的房子在河北离北京多远 跟他妈你有啥关系 我在哪买房 我还得跟您说 大哥 我在廊房买套房 离我北京多远 我凭啥要跟你解释这些问题 他礼物我看比金哥多呀周磅 谁呀 那个小黑亮亮 啊你想买呀 不远四十公里吧 差不多 从我家到我家传扬有四十四公里 从我顺宜的院子到我们家传扬有四十公里 差不多很多 跟顺宜差不多近 只说这个地属于河北 那个地属于北京 明白吗 开车多久 开车你要不堵车三十分钟啊 特快 因为他追上高速特快 四十分钟 哎呀 不聊房子了啊 没有意义 聊别的吧 哎呀 听点什么 没玩意儿啊 跟你饿 好家伙的 兄弟姐妹们呢 哦 还能不能顶酸 还能不能顶酸我了 这话没 哎呀 要把我酸呢 静哥真的没事 谢谢 谢谢兄弟 谢谢兄弟 小头子啊 精神多了 哎满衣兄弟 谢谢你 你发现没有 这一脚按头 一下就精神焕发了 如果没有媳妇在我边上 我估计今天女婚又能多久 没办法 有老娘们没折 没几把招 咋整呢 哪说理的 有点酸啊今天 哇哈 昨天吃不酸呀 卧槽 昨天吃不酸呀 卧槽 吴静她媳妇真他妈漂亮 谢谢北俄 不急把吃了 这你妈酸 去那妈立的吧 不吃了 这酸 昨天吃那妈特好吃 今天那妈酸 那妈烫 不吃了 如果没有媳妇在边上 今晚还不回难 不至于 一个是什么呀 我也没找过 第二 我就浪费钱 第三我令克路 我也不花钱找 没有意义 而且还不干理 不找 不碰到 不碰 没玩过了 心情显归心情没玩过 小北西不如 对 不如吃花梅了 这他妈太酸了 卧槽 这给我吃了 妈的 酸死我了 对吧 就是觉得挺脏的呀 我说实话 你还得花钱 花那么多钱还那么脏 玩不动 还是玩媳妇动 想咋玩 想咋玩咋玩 想咋天咋天 还干净 实话 都是老爷们 就别说他太那什么就行 多早点 也玩不了七大活 活七八三 哎呀 妈爷子呀 还想听什么呀 住嘴听不得这个 华北说实话 有时候我觉得你情商特低 实话 我跟我媳妇打炮 你有什么不爱听呢 真的 我昨天下方跟我媳妇也说 我说咱俩打炮 华北为什么不爱听这话 真的北哥有时候我发现你情商 有时候就这件事来说特别低 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打炮你为什么接受不了 真的有时候北哥我都不知道 就是你说那话真的我都觉得 我没跟你说华北我跟你说这么说 有时候我觉得华北特可爱 你知道吗 就有时候华北 为什么你看有时候爱跟他逗 有时候华北特好玩 你知道吗 所以鸭子说那话就不是正常人说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开玩笑华北 所以我就说 我说有时候你可单纯你懂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这几天 我都不提北京前女友 因为我也怕回到你不好 就是生气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你在谈恋爱这方面 我觉得华北真的你挺单纯的 所以你看这几天我都不提 全是压严名提 压严名是真孙你懂吗华北 就是你因为咱俩这是这么长时间 你给我的感觉你对感情挺单纯的华北 明白了吗 我不能提一提呀 压严名就来劲 华北我要让你就骂严 跟我可没关系北哥啊 跟我可基本没关系 我可没说啥啊 严名你能不能办点人事啊 你说你压多鸡巴 你说你知道华北在 你他妈知道华北在 你他妈就成心他妈恶心 你说你多鸡巴刺 真的北哥我要你我忍不了了 我也得骂丫子 我也弄丫子 真鸡巴刺严名 骂我媳妇也那么骂去我们家华北 哎呀 了不得你了 管不住你了 这房间都会震不住你了 严总 这家伙是狠的 北哥 哎北哥你吃啥了不 你饿不饿 我不提了 不提了 我没怎么提 你不在我也不提 你妈呀 严命可跟我没关系 这个压 roommate 说这家言 doo命有多鸡巴刺 所以我就是别 driveway we 我每个我每个对感情挺单纯的 说压硬 depend提 也怪我 我要不说这事 压硬Stop 可能提这事了 你知道吗 你要明白吗 我要不原来不说 你华北这 北京女朋友的事 压硬 Yok 绝对忌不住 也怪我 也由我一半子 你也不是个虎鸟 那你呢 你是个好东西 我是好人 严明跟那光光光刷 你不也跟什么 猴精猴精的 那你给严明反碗拿下 看见了吗严明 你跟旁边那说 在那刷牙 跟旁边 猴精猴精 宠儿妃谢宠儿妃 玩笑 玩笑归玩笑 严明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你看北阁来了 你尽量 北哥我可没挑战啊 跟兄弟我可没关系啊 我可跟你一头了兄妹 因为有时候我理我拉的时候 任务完不成说 严明老骂我 我理我越少 严明越扎我心 所以我跟你说 咱俩是一头的 要骂就骂 严明那臭狗屎 玩我的骨子 狗屎 严总狗屎 严总属于什么 比他们那臭豆腐都臭 哎呀 哎呀北哥你那锅第几关了 蛋壳北哥 严明不玩这游戏 也就咱能玩玩 往后估计也不玩 烫锁了 就这茶杯有时候特容易烫到手 就这茶杯 我这一滴的时候特容易烫到手 妈的 严明什么剧场 他能玩点这的 严明给你推荐游戏啊 蛋壳特工队 你要不要玩 佛仙格戏一下 第八关 弟弟 我现在三十一关 我还没过呢 北京前女友是老北京吗 祖上老北京城里有大院吗 别瞎说 严重再逼一遍骂死你了啊 对摊号就是没有不行 他这屋路由器就是坏的 你没看闪着红洞呢 他不是路由器坏 他那光纤是蛇的 就跟咱那会儿 咱那酒店 他光纤那线就是蛇的 咱那线应该蛇了 哎北哥明天你上班不啊 北哥 明天星期一了 明天你不上班啊 北哥 星期一应该又开始忙了 大家应该都开始忙了 新的一礼拜吧 新的一礼拜 新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严明下午我们 我们下午我们三个人让人熊了 他他妈都不敢吱声 我没明白 华北你被谁熊了 我没懂 你在哪儿被人熊了 我没懂 华北 下午我们三个人 哎147 上班好烦 你仨你跟谁啊 华北 太简 我没明白 谁房间呀 不是你被谁怼了 我没懂 你去别人房间 被人被别的房间 被别的主播怼了 是吗 华北 是被别的主播怼了吗 兄弟 严明在旁边没说话 严明就在咱房间欺负咱自己人行 用不住 没遮 严明也他妈给我几个松呢 我跟你说 哎大弟弟娘 哦 聊吃严明明白了 反正就有些咱们讨厌的那些主播房间尽量还是少去 因为就怕会都阴阳怪气什么的 知道吗 反正还是小心点 尤其我弟弟那房间小心点 明白吗 我能帮你们呢 我也就直播帮你怼回去 没问题 但是呢 自己玩的时候 有时候那些咱们不喜欢的房间那些 反正你们小心点就得了 因为你们看谁是你们的权利 我也没法输 反正你们知道这事就得了 哎呀 还听个什么呀 还聊聊人上 哎对了 话别还说呢 明天你上班 你最近没找女朋友啊 你弟弟那我只戴眼镜 你推号看就行了 金哥我年轻不节制 可以劝劝我们劝不了 几集啊 八集 劝劝劝劝劝 刷鱼是马上就能劝 不刷 劝劝劝 你洗 等着废子 管不了 哎呀 哎 WX谢谢你 没呀 我就说你干嘛不找个女朋友啊 在你们本地找呗 谁啊 我看你这也不着急啊 北哥 看你天天挺孤单的 我说你在 你在你们沈阳本地找一个不得了吗 你也不着急 我发现现在很多 哎 那是科技宅 我发现很多人现在都不着急找女朋友 可能甚至就像华表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 就是特希望自己生活 好多现代人都是这样 就是不着急找男朋友 我也不着急找女朋友 就宁愿自己过 对 我知道你不想 所以我就说怎么现在好多年轻人怎么都愿意这样啊 怎么都愿意这样呢 我就特纳闷了 为啥呢 哦 北哥等着接盘啊 那不至于 那不至于 就说这意思 你们我发现真的就是 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习惯了 你不愿意再找了 对可能就是因为自由 再加上我吃什么喝什么花什么 也没人管得了我 人嘛都是自私的 所以说呢 你要找到另一半 不管是男的女的 跟你一起生活 你就会发现得管你这个 管你那个 那个不行 那个少干 那个不能啊 那个钱不能花 谁也不愿意被人管的生活 但是你要记住 婚姻就是这样 明白吗 你要有钱都好说 没钱就得学会节约 所以大多数人不愿意找女朋友 可能都是因为这 对吧 我自己辛苦挣的钱 我喜欢什么东西 我自己愿意购买 我自由 对吧 或者说我想吃什么 我吃什么 不会因为咱俩吃东西 对吧 就点个外卖 可能吃个饭都得炒个价 确实人都是自私 哎 那谁缺牙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个人介意啊 结婚 就得什么呀 结婚就得好好的 这是心里话 明白吗 你结婚不能像你自己一样 很多东西不能老为着自己想 结婚就是婚姻了 家庭 知道吗 哎呀 你是说我接静哥呢 他应该不会 但是我知道应该华北应该 小明啊 华北啊 长征啊 你们都是站他那边的 所以你们都是这个 你像我阳哥呀 肯定是跟我一头的 严明啊 网猴啊 这都是跟我一头的 但是跟我一头的 基本也就是 缺牙能正常点 你像网猴跟严明都那么不太正常 缺牙你也跟我媳妇一头了 对 对 我一直以为你跟我一头的 一得 结婚 对 你结婚顾虑多了 你省钱呀 攒钱呀 要孩子呀 这都是花修 所以你不像自己自由啊 像华北喜欢爱玩手机 可能买点手机 自己喜欢的手机 每次都换最新款 对吧 确实是好是你自己喜欢 但是你结了婚你就不能这样 钱都得攒着过日子 甚至说以后要孩子 你得攒钱给孩子 你知道吗 所以说结婚有结婚的好 不结婚有不结婚的自由 是不是也让我说的没错吧 所以结婚有结婚的好 不结婚有不结婚的自由 这个地儿没胡姐姐得黄 差不多 实话 我的直播间 有我的粉丝 也有他的粉丝 所以说呢 他最早跟我在一起直播的时候 他特害怕融入不到这个直播间 我说你不用怕 我说咱家直播里边 肯定会有喜欢你的人 你看现在特别自信 但是他当时最早那会儿 我们俩刚认识那会儿 他就特害怕上镜 怕人骂他 怕人不喜欢他 真是这样 他起你三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融入直播间是好事 我也 我跟他在确定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希望说你们只喜欢我不喜欢他 所以我就特希望他跟我结了婚 我们在一起 你们就要融入他 我们是一起的 所以你们都喜欢他我也开心 明白吗 我们俩是一体的 没办法 找这么一雷锐 没办法 我还雷锐 找这么一雷锐我也没办 没有我 你就跟阎明一样 你只是比他头发多点 放炮 我那放炮 帮大哥点火刨坑 他他妈跟那又嗑瓜子 又啃鸡爪子 太阳伞 防晒伞 防晒给你弄着 雨伞打着 喝着茶 一到酒店 哎呀 真他妈累 我说你 我说我都没说累 我说你怎么就累 他说我做的累 我都你妈服了 你要知道 就现在这帮女孩子 能陪你出来 这样子的也很少 你要知道知足 刨坑我来 放炮我来 从山上走到山下 就各种水边 全是我干 一到酒店 他他妈比我累 我都服了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 那啥呀 搬炮上 也他妈是我自己搬 我说你帮我拿一瓶 哎呦好累 就拿一小挂鞭 哎呦好累 我说得 我去我去 我怕累着你 完了 到了酒店 就比我都累 完了 我在这直播夸 在正播呢 那边就睡牢了 明白吗 我这边拨着 那边就睡牢了 而且有个什么问题 关于点活 人家让你挖坑 大叔让你挖坑 大叔让我挖 我也挖 是不是 只不过我可能贵点 毕竟我是个女的 你他妈贵点 问题是贵点 你他妈挖的了 我妈扯起来 我能借我就能挖了 这东西不就是能挖 不吹腰鼻吗 就这鼻娘们 我没什么 天天就往那一坐 跟他妈少奶奶似的 往一到酒店 比他妈干活的人都累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累呢 我女朋友坐着 玩手机都来 对 她也这 吃完就躺床了 我说你吃完坐会儿 我说你坐直了 让他那食道慢慢往下 稍微沉沉 消化消化 不行 就必须躺床 他说躺床了才能消化 恨不得现在吃完饭 瞬间就躺床了 我说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我二一真的是这样 对身体不好 他不听我的 真的华为 你是不太了解他 你只是觉得说 你胡姐姐是你女神 但是对于我来说 都真是老女神 真丑 跟我们书仪比 跟我们书仪比 我们书仪最漂亮 书仪漂亮 周书仪 你漂亮多了 老女 他得跟你算的 帅的也多了 真的很好 是我知道 我知道早起 所以说我也挺满足的 他就装了 真的我也挺满足 虽然我说的开玩笑吧 我当然我也挺满足 凯仁 呸 华北 大叔还没给兴了 兔兔在直播间吗 兔兔 兔兔 找地儿去了 这一天够忙 真忙啊 好家伙 谢谢凯仁 哥们儿破费了 漂亮的多了 得跟你算 这都是 不跟咱们吧 算不了 没得 不要好高 无远 直到我 没招 五十一了 五十一 十二点抽 盐 差不多四十分钟 没抽 我就争取 我就争取四十分钟 抽一根盐 我就争取 慢慢慢慢少抽盐 就行了 四十分钟抽一根 慢慢抽 越躺越生气 对呀 我就说让他别老躺着 你坐会儿也行 没辙 无尽你就是臭嘴 不臭心 主播 我就是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呀 是这意思 我有时候确实爱骂人 但是得分人 你知道吗 所以说有时候 我媳妇也知道我这毛病 我他妈现实 我说话 我不再当做 我都说不出来 就这德行 你知道吗 但是说 你要说 我跟正经的好人 我不可能这样 除非说 你看我跟喷的 我就往死骂你 因为你骂我 我就往死骂你 我就属于这种人 所以说 你要让我脏嘴骂人 咱就得分人 梁绍兄弟 忙得鸡儿 咱得分人 咱不能逮谁骂人 因为有些大哥呀 却说好多粉丝 对我挺好 你不能骂人 这个肯定是不对 但是得分人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人 阴阳怪气 真的我觉得 比骂我都难听 所以我就骂他 所以我骂他 可能比他阴阳怪气 还难听 互相 我觉得人与人 互相交流嘛 我觉得就是 互相的尊重 对吗 您既然不尊重我 您也不用说 跟我谈什么 没素质 你懂吗 互相的 人与人互相的 没毛病 但是所以有时候 看到这帮喷子 就不惯着他们 绝对不能惯着这帮喷子 这帮逼太损 就得他们王死堵 对啊 我觉得对于这种人 就得骂 你跟他好好聊 他听不懂人话 他以前那会儿瘦的时候 确实好看 你不也承认他胖了吗 你是不是也承认他胖了 多年以前 是不是在北京 恩怨要分明对待狗 对 是这样 所以你看 有时候对我好的人 咱带脏就是带的 咱不能骂人家里 知道吗 咱也得分人 所以我觉得 就是对于这些 特讨厌的人 我没觉得我嘴抽 你要说 对于对我好的人 咱不能这样 人家崩关说 给你提意见 还要好 还是说 可能说先流 咱不能骂人 多年前 多年以前 在北京烤肉 这算老不算 你是谁啊兄弟 你不算老朋友 我都不知道 你是谁兄弟 你从16年 看我直播 可能16年 看过一段时间 到现在 就有差不多 六年多快 七年没看 咱也不算老朋友 我也不知道 你是谁 我不记得你兄弟 因为这么长时间 说实话 我也没见你打字 咱只能说 最多咱算是个 网络聊天的聊友 熟不是特熟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你是不知道 我是谁 我真不知道 你是谁 你也不说 你老问我 猜猜你是谁 我哪知道 你是谁啊 老胡玩手机都累 对 他躺着 是最舒服的 所以就他懒着了 吃完那我必须也躺着 对吗 坐着不行累着 不行了 五十四了 我得抽根烟了 忍不住了 来一根吧 差不多 三十五分钟吧 来一根烟 也行 争取控制烟量 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一根烟 从今天起啊 三十到四十分钟 一根烟 现在是五十五对吧 咱们十二点二十五 再抽一根 所以帮我记着时间 十二点二十五或十一 十二点啊 十二点啊 不对 对 十二点二十五 或者十二点半 咱们抽 这么着呢 烟咱就有效的 稍微控制一些 郭烟兄弟 谢谢你 你抽我也抽 行 一起抽吧 都烟名 所以有时候 我这烟马 哗哗一根一根的 都他妈 我这一抽 你们他妈跟着也抽 刘洋这边本地 抽芙蓉王 芙蓉王特有名 对 你陪他去买零食 他不累 因为他能买到他喜欢的东西 我出去溜的不累 但是我倒下去也躺了 你就想抽的时候 往后推 行 明白三哥 明白明白 真得借点 这烟现在你妈太大了 真得借点 我媳妇说的没错 真的少抽 北哥你几点摔啊 北哥 你明天上班 你还不早点摔啊 北哥 子宇谢谢你 三哥说的好 就是想抽烟之前 退后半要时再抽 这么着慢慢 少抽一根 试一根 你看我那会儿多瘦 刚才谁一说我瘦 我又回顾了一下 我瘦的时候 我笑得我这么胖呢 这是他那会儿瘦的时候 完了 一看一让华北看 华北 华北灯又硬了 咱们是治疗啊 早起你也 早起你也有治疗啊 这是我媳妇 那会儿瘦的时候 那会儿真他妈挺瘦的 那会儿长相也不一样 长相也不一样 华北看见吧 都是硬没硬 这是我媳妇 应该是在老家拍的 那会儿瘦的时候 但是他那会儿 要真这么瘦 他要现在这么瘦 他也看不上我 他要真现在这么瘦 他也看不上我 就是他老了 丑了 他能看上我 对就是不宜人 女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90%的女人 都特怕 特害怕自己 30以后 这不是开玩笑 你就记住了 女人到了30以后 老得特别快 太急 所以你就记住我那句话 你特喜欢这女人 当然这女人呢 老是对于你 对她好 她无所谓 我结不结婚 我无所谓 你就不要搭理她 你等她到30以后 她自己就该着急了 你不着急 可以 一辈子你就单身嘛 你虽说越大 有钱人 人也看不上你 真的 其实这个老得快 这个东西 对女人确实挺不公平的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如果多说的 对不对 877 就有些社会 现实社会 说有些女人漂亮 你对她好 她不在乎 你对她忠心 她也不在乎 她就觉得 我自己特漂亮 我就等着有钱人 你就让她等 我就不信 她能等到真有钱人 你真到30以后 越来越老 有钱人 谁也看不上 人有钱人 人可看不上你 你虽说太大了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按我这说 就这帮名媛也好 这帮婊子 真的 就是人家男人 真正对你特好 他看不上你 他就老想等那些有钱人 你就等吧 你就使劲等 对 张曼玉 张曼玉也很漂亮 叶童也是 都真是女大18遍 所以对于 所以说大 结婚这件事 其实女人是最着急的 你知道吗 按道理来说 好多25 6岁的女人 其实就应该着急了 明白吗 25 6岁的女人 可不算小了 兄弟 所以你看 好多25 6岁的女人 就特着急结婚 对于女人来说 25 6岁 其实就已经该着急了 到30就晚了 你知道吗 你真等到30 你真就晚了 对 男人是30以后 吃香 女人呢 可能就真是有点 慌张了 真是人 所以女大18遍 哎 你谁北方 所以你就记住了 现实社会中 你们要真是 对于女人特别好 她如果要不在乎你 她就特想当婊子 特想当名媛 等有钱人 你就不要理她 等她老了 那一天 有钱人绝对看不上她 她后悔 都没地儿后悔 明白吗 这就是对女人的不公平 就是太岁数大了 对女人不公平 明白吧 所以就有句话 男人越老越值钱 女人老了 不能说不值钱 不好听 但是这话吧 确实是这样 哎 欢迎八哥 八哥你看 弟弟偷脚的怎么样 哎 下午什么就看见了 我下午没开灯 你看你弟弟在偷 对 但是好多女人不理解 为什么在他们心里 永远自我洗脑 我一定会等一个 所谓的有钱人看上我 哪那么多呀 有钱人挺多的 当然估计也没几个能看上去 多他妈等有钱人呢 我他妈也等有钱的女人呢 我他妈等了36年了 等他妈一二手的 我他妈上哪说理去 你死不死的 我他妈上哪说理去 我还幻想吗 在斗鱼有个女妇婆看上我了 就跟那韩国的那个剧情似的 怎么等这么一玩意儿 我都服了 遭罪 打洗你 走的不等这么一玩意儿吗 那怎么整 扔也扔不掉了 没辙 凑合过吧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得珍惜我媳妇 我媳妇对我特好 我得珍惜她 她照顾我 照顾她特好 我得好好珍惜她 哎呀 现在我在找女人 女人也看不上我了 我也挣钱不多了 不像以前大主播 挣的收入高 现在收入也低了 所以我得好好珍惜 我的女人啊 也别别的女人能跟我了 也就她能看得上我 她觉得 她老觉得我事逼嘛 十六刘北希 你不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是挺迷人的 别说话 现在女人一电视剧看多了 对 是那样 电视剧呀 电影就是她们读电视 读电影 远哥给我发微信的 远哥说 榴莲伺候 榴莲伺候 远哥 远哥你还来不来 刘洋找我们 哎 北方半卡兄弟 感谢北方哥们 王姐姐 超伙哥们 远哥你咋还没睡呢 远哥 对啊 我觉得这就是互相跟恩爱 挺好 这么大岁 在家我也没啥文化 没啥太多本事 能找着这么一女人 愿意跟我 我觉得我也挺知足的 骑马 她特别会照顾我 每天一起来 茶水必须先骑上 就特别好 就这点真的 居家来说 她真的特好 我对茶水 你知道原来我在家 都是我妈给我骑上 我一起来茶水 我妈骑好 我一跟她 我媳妇给我骑好 然后我起来 只负责什么呀 穿个苦茶往这一坐 抽人烟 缓缓 抽两个人烟 喝口茶 真是这样 如果你们现实中 就是甭管没结婚 俩人过日子 这个女人能做到这个地步 这女人绝对会很爱你 虽然可能七个水很简单 但是如果这女人 要真有这心 你记住这女人绝对很爱你 不爱你的女人 绝对没人管你这 你记住我的话 有牌子大哥 你打字的前面有个 那个佩戴粉丝盘 你佩戴就行了 缺牙蟹兄弟 明白吗大哥 就你打字前面有个 佩戴粉丝盘 你点进去 就能带上我的牌子 大哥 牙哥加油 希望你再能复制 那会儿再顺意的经典 十块钱爆他妈撒火箭 那太牛逼了 希望你运气好点 就你打字手机 前面有个佩戴粉丝盘 你就能点进去大哥 你就能带上 我的杀活劲的牌子大哥 对你很多年没玩了大哥 所以说现在这斗鱼吧 确实更新的挺多新的东西 所以跟以前的变化挺大的 缺牙感谢兄弟 往那媳妇也破费 然后那九一 你看我都谢你的礼物 傻屌 谢他没有用 没良心 没基本良心的娘们 天天他妈跟我出去 他妈摆摊弄活的 他妈他还先累 带上了 带上了大哥 带上了 能不能装穷 可以啊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 咱就闲聊啊 就是说可能你现在事业有成 可能你身价几百万几千万 可能说你想试探一个女人对你真心不真心 可以啊 我就是没钱啊 人问你干什么 保安 或者我正常做销售的 或者我跑业务 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这东西其实很能看出一个女人的人性 缺氧 所以你要真实这样条件的话 其实个人建议 你可以试试 但是你要说你上来 兄弟也操 你跟人聊天 第一次见面 我自己开工厂 我自己三个工厂 年薪过千万 你记住了 这女人百分之九十九 看上绝对是你的钱 跟你本人没有关系 所以说人性的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千万别试探 人性其实要真实去试探 真的挺恶心 但是也能理解 你要真是有这家产 你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 我也支持你 别吃亏 因为这东西 钱这东西最好说明白 先不管人家好不好 你一开始条件不符合 对 所以说你要真想能看一个女人 到底喜欢不喜欢你 千万不要太有钱的 去跟人沟通 不是好事 所以有时候吧 可能自己再说句实话 装个逼 我就是穷人 我普通工作 对吧 我就开个十万二十万的时候 我就是一般人 所以确实能试探出女人的人性 我以前在斗鱼 就关注六个人 辛苦了兄弟 但是你现在关注的六个主播 可能就剩我一个了 你懂吗 你关注的美食区那几个主播 可能就剩我了 你关注的好多人都挺播不播了 明白吗 哥们 哎呀 你不知道高中的时候就关注我了 谢谢您 辛苦了兄弟 欢迎小北溪 聊点什么呢 哥里哥 还想聊点什么呢 哥里哥呢 哥里哥 哎小北溪谢谢你 哥里哥 好娘活 哥里哥 哎大叔还没给你劲 没有 啥情况啊 你老他妈看这图片干呆啊 哎那谁小北溪 吴俊昭 谢谢兄弟 感谢感谢 对我最早刚做直播的时候 超管都说我像王千元 而且当时超管说我特像尹子 就是威那个主播 就那主机区的那个尹子 说我长得特像天津那兄弟 小北溪谢谢你 加油 希望你多抱几个卡丁车兄弟 棒棒大 棒棒大 明天又他妈星期一 就今天又星期一了 新的一礼拜又要开始了 哥哥们 老板们 好使 小北溪谢谢 对天津的主机区游戏 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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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缺牙兄弟 银子吗 我们俩眉毛都特像 他眉毛也特重 我眉毛也特重 我跟尹子那眉毛都特重 人家是大主播啊 游戏的 我是户外 我是美食的 我娱乐主播 人气没人够 这牙哥 那谁 那个宇宙 你和尹子说话 我跟他说话也特像 是吗 你别说我还真很少看 我看过 但是我很少看 现在怎么没直播 吃烧烤了 熊哥 我都他妈出来做户外了 就别烧烤了 我在家吃烧烤 你们让我出门做节目 我他妈出来吃节目 你他妈让我吃烧烤 我不能满足你们每个人的条件 我的哥哥 我都在流洋放泡了 你非得让我给你吃烧烤 我的哥哥 怎么了 我这不起来了吗 那会儿看你烤的面筋 真的太香了 我现在这个 我老想给阿抠了 你别烤 接下来跟他跑 这会儿跑 我老想给阿抠了 手签 就是那个HPV嘛 我老想给阿抠了 就这几个 全给阿抠了 看着便利 哎呀我的小狗 我一战这么几个毛的 哎呀 听着啥话题呢 顺便点拨一心吧 完成个一心啥的 点拨两口的 对 小时候今儿就是HPV 可能是跟你熬夜 变胖啊 可能就会长这东西 知道吗 老熬夜就容易有热 我发现我估计 也是把熬夜熬出来 熬了多少年夜了 天天夜里不睡 叫熬夜 然后再加上你胖 对再加上我现在长胖 所以就容易得热 你知道不兄弟 我嘎子窝里也有和你一样 去点了不就完了吗 就跟我这点了就完了 他要他要不多没事 你要说就怕回头去 那猴子有母猴子的传染 一传 夸着一下长好几个 那就不好看 你就给他点了就完了 你要说不传染 一两个无所谓 其实那个无所谓 你像我脖子这儿吧 有时候伤情特丑 所以我就给他点了 点了踏实了 影响你静哥的颜值 颜值 兄弟 颜值 明白不 颜值 我房间太黑啊 牙哥 你点个五六十块钱 报不出礼物 这不正常吗 我牙哥 牙爹 你要说点个五六百 五六千不出来 能理解 五六十块钱 报不出礼物 牙哥你还不知道 咱家报率 不就这德行吗 而且你不 你不知道吗 牙哥 其实你按道理来说 但是我看你挺爱玩 牙利屋的 出外面的 你应该多点点什么 就几十块钱啊 没事点两手 那小那个 那个小磨盒 十块钱的 小磨盒到现在 这这他妈几天 垫了三千多了 好家伙 你可能一发十块钱会出 但是不一定 你知道吗 因为你玩这牙利屋吧 咱家除了你 没事点两手 别人没人玩 知道不兄弟 要么你就去扎黄啊 或别的房间 你点点 因为有人玩的房间 暴力会高 所以你要真想玩 你就没事点个 三四十四五十块钱 点什么呀 点那小磨盒 十块钱的 就跟上次那谁似的 就跟上次那个 一生似的 十块钱 直接成宝成二 我都几巴看啥了 就是瞎几巴地点 四十块钱 报他妈四千 我操 可能有这几率 但是得有人 没人店 你知道 没人店不好处呢 兄弟 华北你咋还不睡觉 华北 你不睡觉 你干蹬呢 华北 你也不睡 还在流洋 在流洋啊 我一直在 你们看我标题就好 不要一进我房间 问我在不在流洋 你直接 你直接看我标题就好 哎 牙哥 你要有大礼物 你先别刷 然后那其他散户 哥们愿意帮干嘛呢 帮弟弟刷上半卡 帮弟弟把音信过一下就行 因为你要刷那个大的吧 飞机没必要浪费了 知道不 你要有飞机啥的 或者卡进车 二行再说大哥 所以说你们啊 有没有半张卡的 兄弟 哎 那人在外 没事 你就看标题就好了 我一直在流洋 你们所以 没事点关注的时候 看看我标题就行了 我标题在哪 我就在哪 我本来说呀 我想给他写屏幕下边 但是吧 我老怕放炮的时候吧 写屏幕下面 那字大影响放炮 你知道吗 遮挡 所以你看我直播间 就是直播间画面里 我都不打字 我怕会都放炮影响 看他那个观看效果 哎 那谁无名 谢谢兄弟 那时候大龙和渭海 那就不聊了 不聊别的主播 兄弟 不聊别的主播 无计你怎么看 黑懒的这次一无 伤到直接翻车 黑哥呀 他去商 他去义屋 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他也感 我能感受到 他觉得直播不太稳定 他也想发展一个 所谓的可能说 在网络上一键待发的东西 但是呢 你们那些穷损 就尤其巴洛克 就像你们那些 现实特穷的人也好 没什么本事的人 看直播 永远是在学会 笑话别人 你要让我评价 他去义屋 找商机 可能一键待发 直播 卖点小玩具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但是在你这些 巴洛克 像你这些 现实没本事 没能力的穷逼 你只会笑话他 哈哈 你去义屋 你没礼物 我笑话你 明白吗 巴洛克 其实你现实 你挺惨的 你就是一穷逼 我真看不起你 明白吗 巴洛克 我真瞧不起你 你一现实 臭穷逼 因为人家在努力 创业 在努力 挣钱的情况下 咱们不能笑话别人 明白吗 你要说这人 在做坏事 做缺德事 咱笑话他 没毛病 人家努力 去做这些东西 为了养家户口 人家有孩子 我觉得人没做错什么 你也没什么 可笑话人家的 所以说巴洛特 巴洛克 还是拔什么玩 你现实 就是一臭穷逼 第二 你好吃懒做 你永远都是笑话别人 第三 你一辈子 都不会有钱 高音娃娃 明白了吗 那个巴洛克 兄弟 你就继续笑话 这些主播 现实你美好 兄弟 因为我觉得 别人在付出 努力 去找商机的时候 大家要学习 而不是去笑话别人 明白吗 巴洛克 你要再说一句话 360我就让你滚出去 永远在我房间 我真瞧不上你 兄弟 巴洛克 我真瞧不上你 你敢说话 我现在就马上360给你封掉 我这房间不需要你这种抽废物 对我房间任何帮助没有 只会笑话别人 我要你真没有用 所以你不光在家庭中 在社会上 不给社会做贡献 给家里也是个废物 你在我网络 直播间 你他妈也是个臭废物 我留着你 真没有用 明白吗 兄弟 所以你以取笑别人聊天的方式 我就是用这些话来怼你 这是你应该的 兄弟 所以你可能你自己都没想到 可能你想笑话小黑亮亮 但是没想到 我给你一顿损 兄弟 你活该兄弟 谁让你笑话别人 你活该兄弟 你看损了一句话都没了 真瞧不起你 巴洛克 真的我现实 我现实我也瞧不起你 你太穷了兄弟 你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不知道努力的人 我就瞧不起你 像这种笑话别人 带节奏的人 直接就干死 直接就干死 绝对不给机会 我特讨厌他 什么事都帮不了 天天老笑话别人 等级比谁都低 哎 X兄弟 哎帮个忙啊 点播一星办张卡呗 帮我报两张办卡的话 我一星就过了 我牙哥就能帮我过二星呢 兄弟们 好家伙 周姐姐 你好周姐姐 周姐姐 你要是我淑姨妹妹 该多好呢 我每次一欢迎你周姐姐 我就想起我们家淑姨了 我就想起我们家淑姨了 没事周姐姐 我相信你长得也漂亮 晚上好姐姐 都洗完了衣服 真的吗 那谁 于栋兄弟 感谢兄弟 帮个忙呗 是不是国权 周国权啊 帮弟弟把一星过了呗 哎小北溪 帮弟弟把一星过了呗 国权 过了一星 国权带你找 带你找华强的 今天星期一啊 好气象 希望咱在座的这些兄弟们都多挣钱 多挣钱 多发大财 一路 发发发 好日 你自己的衣服也洗了 没洗 它是领和食物的亮味 so nice sf 欢迎牙哥 牙哥哥 你都抽到啥礼物了 牙哥哥 你都抽到什么宝物了 我的好哥哥 好哥哥 好哥哥 哎呀 sf 谢谢兄弟 那谁牙哥 破费牙哥 这两个没杀人了 星期一买卖都吸 一般夜里都没杀活人 争取吧 今天还是给自己定一目标 争取业力 能过三星就行了 定个小目标 能过三星就行了 过不了的就明天再说 牙哥也破费啊 兄弟 这两天出来玩也没少刷 小北溪也破费了 哥们 也谢谢大哥 这两天没少帮我 挺谢谢的 缺牙也是 帮到华北也是 都谢谢了 感谢感谢 破费了 好家伙 差一点点就过了 一星 马上站起来了 哎呀 感谢北溪 我发现北溪 就自从我出来 你就特别爱玩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自从一出来 上这边放炮 我发现你特别爱看 我也发现一点 好多北京孩子 跟上海哥们 特别爱看放炮 可能就是咱们那些地方 不让放 你知道吗 哎 那些打装机 谢谢兄弟 你知道 我在这放炮 放的那几十商 放了 我光放鞭炮 我自己琢磨差不多 最少也得四十箱 真大把手 在家是论鞭炮 在家是你妈论香炮 包括长灯那一点 或十条 十边十边 能放 真的吗 你要说在北京 上海就不能这么放 为什么呀 贵呀 放不起呀 兄弟 在家也不让放 哎呀 没辙呀 你说什么时候北京 什么时候说 像上海北京啊 像像流洋一样 卖炮装那么便宜 该多好啊 也不尽放 包棚兄弟 谢谢 欢迎深室兄弟 华北睡着了吧 北哥 有没有分手的哥们啊 疑难杂症的 媳妇跑着的 敢怒不敢言的 是不是 媳妇跟 媳妇跟人跑了 老爷们保养小三的 都可以聊两句啊 心里都不舒服 哥里哥啊 疑难杂症 我这茶今天喝的 都基本没味儿了 都他妈变成 哎 那谁绅士 都他妈变成热水泡茶了 哎 完事了 哎不对 看错了 感谢感谢 破费了那谁 绅士哥们 绅士是不是也是 小北希的号啊 勤求感谢兄弟 加油 多抱几张半卡 一一一一六过了 好屎了 妥妥的 好屎了 谢谢那谁 北希 哎媳妇你帮我 把那线拿过来呗 不用 把那充电宝 跟那线给我就行 我直接插上 哎呦那我去拿吧 等会儿等会儿 我先去拿个线 等会儿 手机没电了 然后咋 好人 我的 哎 充电宝呢 好个兜里 我去拿线 一会儿下锅在这儿 这衣服在这儿 忘了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搁这里了 不好意思啊 哎呀妈爷子呀 来了兄弟们 姐妹们 好家伙们 哎 北希 感谢 还听点啥呀 疑难杂症啊 哥里哥呀 还听点什么 我我撒放尿去吧 还是别听了 我先撒放尿 憋不住 散发放尿去 灼光尿去 冷富 冷富 追 违 中 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了兄弟姐妹们 那这绅士也谢谢 绅士 小北溪这是你的号不 我怎么老感觉这绅士也是你的号呢 感谢感谢破费了 牙哥在吗牙哥 牙哥终于快过了已经太难了 没人都睡觉了 看来还是白天有点人 现在夜里都基本没啥人 没啥人了 没法混了呀 想听点什么 谢谢那谁呀 小北溪感谢大哥破费大哥 过来 真他妈不容易 好几个号 凑了一任务 真他妈 哎 你金哥哪受过这类 感谢北溪也破费了 终于他妈过了 真不容易 太急嘛难了 感谢大哥 然后呢 努力完成二期啊 然后愿意聊呢 再聊会儿 然后那四伏头也谢谢兄弟 感谢 然后呢那谁 那个北溪大哥破费了 还想聊点 啥呢 哥里哥呀 好家伙呀 谢谢北溪 北溪大哥明天你不上班啊 你明天不上班吗 我感觉你这也是看直播 天天都能看到你 哎 你说这要 每天像你这些老粉 像你一样该多好 能天天看就好了 我之后想干嘛 我之后我什么也不想干 你要说直播真是不行了 我也不会去上班 因为解释好几次了 下午班明天 谢大哥破费 为了支持我们那些臭鱼烂虾 每天都陪着我们 挺感谢的 挺辛苦的 啊 感谢大哥破费 哎呀 还想听什么呀 这一到夜里就没人了 都睡觉去了 哎呀 混吃等死 不是呀 我为什么要混吃等死呢 我北京两套房 然后后来我又买了套别墅 完了我开了霸道 我也有房车 为什么要混吃等死呢 我就是直播如果有一天不行了 我也不会上班 这也不叫混吃等死嘛 我不会像你一样 一月挣两三千三四千 我不会 我宁可在家待着 我也不会像你一样 就这个12205兄弟 你是混吃等死 我可不是 我比你强太多了兄弟 啊 怎么了 北哥 北哥 你是不是要点两手 石块点小磨盒 北哥 对 12点以后了 这里面暴力 等于今天星期一了 看看暴力更新没更新 北哥不点个三五手呢 抱个游艇 游的远是啥的 北哥 好事 几年没见还是这味 元爷 谢谢你 聊虎子的不聊 凭啥聊 你一小傻逼 我给你聊他干嘛呀 你但愿你等级高点 我给你聊也行 你一小傻逼 你让我聊啥聊啥 我太没拍面了兄弟 嫂子对 你妈不也是抛妇场吗 宋师傅 你妈不是抛妇场 给你抛出来了呀 你从屁眼 你妈给你从屁眼 生出来了 阿宋师傅 阴阳怪气的话 我比你会输 你要说吴静 我妈从屁眼 给我生出来了 行大哥 那他就是抛妇人 你要玩阴阳怪气 我比你会恶心 只是我不愿意 打理你们那些 下班烂你知道吗 一帮小崽子 静哥受死的 骆驼比马大 对 但是现在不这样 因为奔驰也卖了 再加上现在生活了 有钱就攒了 没钱呢 咱就少花 现在等于结了婚 就学会过日了 妥协谢谢兄弟 所以说原来挣的多 虾壁花 买这买那 从来不知道攒钱 所以人就是这 你挣的多的时候 你永远不珍惜这个钱 等你挣少了 你才开始珍惜 你自己也没钱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真得学会过日了 就年轻人一定要学会过日了 一定要学会攒钱 你这龙哥你好 年轻人从小慢慢挣钱 你就知道多辛苦 一定要学会攒钱 学会攒钱是好事 没辙呀 还得过日子 不好意思 记得当年大战危害大叔 没有没有 我跟大叔没有节奏 我就跟我弟弟有节奏 我跟大叔没有节奏 睡不着 谢谢 往那收盈也谢谢 我唯独美食区跟大叔啊 大咖我们都没节奏 一直都挺好的 对 现在不能瞎说话 老说那些 那么下 裤裆裤腰带一下呢 肯定不让你说 所以说现在这直播 斗鱼就是这么严 尽量少说裤腰带以下的东西 龙哥 你像原来斗鱼 你随便说没人理你 现在不行 现在严了 兄弟 不能瞎说话了 明白了吧 高哥也不咋播了 大叔也不怎么播了 所以你们现在打开斗鱼啊 美食区的基本你们都不认识了 可能 能留下的就剩我们几个老主播了 好多你像大叔高哥都不播了 已经 人都不怎么播了 还有什么想听的呀 对 我抽的不是原来的烟了 我抽的毒宝了 兄弟 那七匹狼没了 买不着了 抽这个好处 这个他妈劲了 这还便宜 这个他妈劲了 还想听点什么呀 我北哥呢 不偷啊 游挺 北哥 北哥 一马入魂的 北哥 第一次看你说啊 那太早了 16年 我也挺怀念 当时直播买奔驰的时候 多火呀 但是呢 怎么说呢 现在 我也学会过日子了 有钱也不瞎买了 学会攒钱是好谁 明白不 出心细细 所以现在学会攒钱 比什么都轻 这就是什么呀 从最早不知道攒钱 慢慢经历多了 然后呢 也就知道 好好过日子 明白吧 多经历是好事 吃饭呢 吃什么呢 华伯 你吃啥呢 你点的啥外卖呀 很多 谢谢你 我现在吃臭豆腐 刚才没吃饱 现在一打个都 那么是臭豆腐 吃了有点撑了 吃臭豆腐 吃太快了 那胃还没反应过来呢 其实已经饱了 只是没反应过来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终于饱了 现在一打个 全那么臭豆腐 哎 那谁 那个小北溪兄弟 那谁陀螺 谢谢陀螺 哎呀 刚才那臭豆腐 真的好吃 如果当时要再多有一盒的话 估计那盒还能吃掉 但是一吃多了吧 如果真吃掉了 估计胃一反应过来 就该撑了 你撑了难数 那时候院子里烧烤 喝着北冰洋 对 现在 现在 后来我搬家了 我不买房了吗 后来买房了 等于也能烧烤 那撒狗也在 只是换了个地方 原来是租房 后来买房了 等于就不用租房 省成本了 你知道吗 呃 金哥你这是早上几点 才起来吃饭 我早上不吃饭 那谁 那个黑卡摩 卡摩兄弟 我早 我跟我媳妇早上不吃饭 是因为我们下播 可能盯着两三点睡觉 一睁眼差不多十一点 直接吃中午饭 然后再琢磨直播呀 或者休息下午或晚上 晚上中午跟晚饭我俩吃 早饭我俩不吃 明白了吧 那些萝卜兄弟 对 都是比谁少吃 所以说好吃 就是尽量也少吃就完了 金儿多了 蒋安德金儿多了 金儿多了 好使 多肚子 好使 相当低头 还得注意 上年纪了 毕竟对 岁数大了 就得不能瞎吃 没辙呀 老辣都三十六了 老逼了这个 好家伙的 哎 林茂财 花药飞卡 怎么着 卡子 哪混去了 卡子 上哪玩去了 卡子 卡子今天咋样啊 卡子 兄弟 哎 花药三哥 三哥来了 三哥赶紧睡吧 明天不上班 三哥 哎呀 赶紧三哥 努力完成 二星任务 加油 我估计缺牙睡着了 缺牙 刚玩完游戏 198也谢谢 怎么样啊 卡子 这两天 这两天怎么样啊 卡哥 我兄弟卡子 怎么样啊 这两天混 哪 哪发大财情了 每天都一样 不咋地 我最不希望 听到你说 不咋地 这仨字 对自己有点信心呗 卡子 对自己有点信心呗 不过玩游戏挺高兴的 钱没冷着 都他妈玩游戏了 能他妈不高兴 玩他妈游戏高兴就单用 钱没冷着 你就跟我媳妇说我似的 光光在这放炮 放炮放高兴了 钱呢 钱都放没了 钱没冷着 是放炮放高兴了 钱放没了 卡子也是 玩游戏高兴了 钱没弄着 也高兴 所以就说论这心态来说 我卡子兄弟的心态 真的挺好的 今天通过不懈努力 赚了一块钱 那还行 比他妈不赚钱强 比他妈分逼不赚强兄弟 是不是兄弟 你干啥呢 水洒了呀 能干点啥 擦一下呗 自己擦吧 他只在那呢 光着屁股去 这得拿毛巾子吧 没拿住水洒了 那咋冷啊 拿个浴巾吧 或者拿纸子 别给浴巾擦什么黄子的擦水 倒不多 但是擦一下吧 就一点水 但是也撒的挺多的 我把茶叶包都给你把甩出去了 擦 你这玩意 这你把咋整啊 能拿啥的东西呢 那就拿纸呗 宝贝 你那纸不够了 你那边宝贝 你那边有点 我这边擦了 你那边有点 幸亏东西 上边没有什么设备 那些雅美加兄弟 光屁股来也行 别他妈废话 我他妈可不是巨婴啊 我他妈可不能卖媳妇 我他妈可不是巨英雄的 我他妈可不是巨英雄的 哎呀 我这个是 你这音响 音响没事 音响这泡妆 音响也防水 没事 我就是把那表面这水擦了 脚头精神多了 今天脚这头25呢 我觉得贼便宜 你要说那会儿我在北京脚那头 好家伙 58块钱 我跟我媳妇脚这头 俩人50 25一位 就问你牛逼不牛逼兄弟 好使不 我发现这一脚完头吧 确实精神太多了 你也怕媳妇不知道 你怕媳妇咋整我哪知道 我也不帮帮你处理呀 对不对 我他妈还怕媳妇呢 那咋整 结了婚的男人不都怕媳妇 不很正常 这不太正常了吗 兄弟 结了婚都是女人做主 男人就是弟弟 结了婚不都是这种生活吗 习惯就好了 兄弟 结了婚不都是这种生活吗 不太正常了 这不很现实吗 兄弟 两年没看了 金哥现在还是S对 没有 现在开楼了 开楼了 开楼了 S八道已经不适合你金哥 早就买楼了 现在相当有钱 现在买房一买 就直接找什么 要一买买一排 一套房太少 一买买一排 必须连着 所以我特别讨厌 你们天天问我 现在开什么车 我特讨厌这个问题 第二 而且我觉得 能来我房间问我 天天开什么车的人 我觉得真是挺无聊的人 我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主播 开什么车这东西 我觉得那是身外之物 我觉得跟 其他人没啥关系 咱就正常聊直播的事 我开什么车 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你越问我这个问题 我越讨厌 我不愿意聊这个问题 我开什么车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几年没来 几年没来 我觉得见面 咱先留 可能说吴近 你胖了 你瘦了 而不是说兄弟 你现在开什么车 你连最基本聊天方式 沟通方式 你都不读 就是你见到你朋友一样 也是兄弟 好家伙 开什么车 现在 而不是说 就是见面 要互相问好 才是真实 说兄弟 两年没见 五年没见 你这孙子胖了 这才叫正常聊天 而不是说一见面 兄弟开什么车呀 兄弟 换没换车呀 我觉得不是这么沟通 所以有时候我就感觉 有些小号吧 真的情商特低 我开什么车 跟你有什么关系 讨厌的问题 对 车就是逮捕工具 没有意义的 我开啥车 不代表我有钱 什么叫有钱人 低调房子多 开什么车 不眨眼 便宜的车 这他妈才叫聪明人 你开那么好的车 出门就招眼 就让人盯上你 这就是说 生活中一定要学会 什么低调 还有什么想听的兄弟们 兄弟们 这就过夏天了 原来那老房子还回去吗 那是我奶奶的房 我奶奶那个房子是怎么回事 我父母住 我奶奶在楼上住 所以那是我父母住 我现在结婚自己有房了 就不老回 就是回家看看父母 但是呢也不在那住了 结婚自己有房了 毕竟结婚了 也不愿意跟老人一起住 不方便吗 哎那谁乌龙 你像我天天夜里直播这么大声 我跟我父母 我跟我父母奶奶住 没法住 因为我说话 嗓门大 他们夜里没法睡觉 你知道吗 所以没法一起住 嗓门太大了 所以说现在 我跟我媳妇等于有房了 等于就这点好吧 起码说有窝的就行 不用天天租房 那会儿还天天租房 有房就踏实了 稳定了 兄弟 谁也这种人 流洋房价 流洋房价基本就是5000到1万 最贵的也就1万块钱一瓶 便宜点的5000来块钱吧 流洋房价挺便宜的 你买个50平米 一平米 一平米 5000差不多就20来万呗 这边买房挺便宜的 但是你要说 可能有这边稍微有钱人都住的 基本就是1万一瓶 就是流洋 房价也还行 不算太贵 你对于北京上海来说 一平米10万 20万 30万 我看那1万一瓶太便宜了 哎那这八哥 八哥咱还没睡呀 八哥 我发现八哥吧 现在每天临睡觉之前 不看一眼我都睡不着了 必须得看我一眼 比尔盖茨退休前开着一辆奥福克斯 不要睡觉 点两手再 再睡一杯 两年没看了 那金额还活呢 可以刷兄弟 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 妈两年没见了 你怎么还活着呢 兄弟如果你这么跟父母聊天 你这么问我兄弟 那我可以回答你兄弟 我还活着 对吗兄弟 人与人 人与人互相尊重 你不尊重我呢 那我就还给你 明白吗 兄弟 所以我说你别打字跟我 我查 你查不过我的 哎 带孩子兄弟 你打字再快 你没我语音说的话 你查不过我的 请不要自欺其辱就行了 兄弟 有话您说就完了 干嘛老阴阳怪气 八哥别睡了 八哥 两个再睡了 八哥 哎呀 我个大游艇在睡 好使八哥 还想还想听啥 聊会儿再睡 哎 那个小梅蓬兄弟 哎呀 为什么看你嘴脸 感觉些虚伪 虚伪就虚伪啊 没关系啊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兄弟 你怎么长得那么虚伪 嘴你啊 你要觉得我虚伪 你别看不就好了 我也不是说直播 让你评价 你也口气不不是 凭什么你就评价我呢 因为我觉得吧 能看我虚伪的人 证明你现实你虚伪 哎 花样兄弟 你要觉得我虚伪 你就别看我不就得了 因为我觉得我这脸吧 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我长这样 应该不招人讨厌 明白了吗 不好意思 金刚刚才说啥 没听见 那咱就不知道 听没听见 只有你自己心里穷 咱也不知道说啥 哎呀 咱也不知道说啥 咱也没看见 不知道 听没听见 自己心里有数就完了 好话不说第二遍 住的房子 我这房子不是我买的 这是我 这是我的酒店 我现在在刘洋呢 我没在那个北京 我也没在我那廊房 我现在跟刘洋放炮 我住的是酒店 我这不出来做节目了吗 我也不能他妈的得哪买哪的房 我得多趁钱呀兄弟 我他妈多有钱 我得哪买哪的房 我操 那他妈我得家里趁多少 他妈的家产呀兄弟 对吧兄弟 你北京房子多少钱一瓶 不知道 不清楚 这咱也不知道兄弟 北京房价你自己查不就得了吗 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自己查呗 因为北京房价有便宜的 也有贵的 上海一样 可能说郊区的房稍微便宜 也有贵的 便宜贵的哪都有嘛 所以你要说 这是聊房价多少钱 各个地儿的房价 可能都不太一样 虽然在北京或者上海 郊区跟城里的价格还不一样 你知道吗 明白不兄弟 我长得安心 我不能说我长得安心吧 但是我觉得我长得不应该就长相 应该不会招人讨厌吧 因为现实中有些人的长相 你一看那样就特招人讨厌 就面相 我要说我评价我自己的面相 我觉得我的面相不会招人讨厌 知道吗 但是如果真是现实中真是看我面相 讨厌我的人 我估计你现实长得跟狗一样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你长得会很丑 那烟在哪呢 等着我拿盒烟 我尝尝那新烟 尝尝新烟 好家伙 你是不是把这盒里的新烟 那儿呢 尝尝这新烟 这叫贵烟 哎你们有抽过这烟子吗 有人说好抽 有人说不好抽 贵烟 十块钱一盒 头一回抽 贵烟 尝尝 今天新买的 嗯还行呢 温哥 尝尝 拿个新烟子 尝尝新烟好家伙呢 还行啊 尝尝他们有人说好抽 有人告诉我不好抽 哎 还行 闻的挺香 就不知道抽的怎么样 哎呀 我好像抽过 呼伦贝尔 因为我那会儿 开车自驾游玩 防车的时候 好像我抽过 大虫酒我也抽过 当然大虫酒 这盐有点贵 一百块钱一盒 抽的少抽过 还行啊 这盐 这盐还行 哎 不好意思 这会儿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刘洋那边六寸 六寸 没明白兄弟 你是说 你是问的六寸 李花蛋吗 兄弟 六寸李花蛋 价格尽量 还是少说吧 因为人家不让我太说太多 因为确实我们拿着李花蛋吗 可能比当地人买都便宜 你知道吗 所以说人家厂家说 别说那么便宜 不好 因为有很多 我自从来这直播 好多刘洋本地的那些花炮厂老板 好多人都在看直播 你知道 尽量别说假 就是很便宜就完事了 价格就不说了 明白吗 价格就不说了 直播几年了 我直播七年多了 我是15年12月21号直播的 到现在 七年多了兄弟 七年多了 所以岁数大了 在直播圈也成老帮菜了 所以说你们也长大了七岁 我也老了七岁 但是你发现没有 我今天脚弯头觉得精神多了 像个人了 对吧 像个人了 原来就看你几年不看直播 你还在 是在播大哥 我脖子上的药 脖子上的药 华北吃什么呢 华北就在那吃 刚才没说吃什么 还在那吃呢 哎 那个101谢谢兄弟 哎 把那什么可以刷300招给他疯了吧 那孩子真说话招人不带 缺心眼似的 好好活着吧 二哥们 少说那缺头话就行了 孙 你说查你也查不过我 就跟那小逼崽子似的 小孩似的 逗你跟逗那小傻逼似的 还在那里 我要让你我都走了 我都不瞎说那些话了 我懒得真懒得理你 完完岁 七年了还能赚到钱 还行吧 我觉得能现在做直播的人 能赚到钱 确实都不容易做直播 再怎么着 也比我们上班强 刚吃完 刚才手都是油 没事 华北 你吃炸鸡了 还是吃鸡架子了 北哥 我想吃 你家胡包想吃 超级对肉了 我说我想吃 你肯定不管我 胡包想吃 超级了 怎么都不想吃 你自己想吃 好家伙 想吃超级了 锤子 想吃超级了 好使 沈阳那超级炖肉 一个是便宜 真他妈好吃 记得那会还房贷 对不起大哥 我那会从来没买过房 大哥 你去错人了 静哥 你是文革侯伙人 文革是谁呀 给我地址 开玩笑 开玩笑 华北 开玩笑 开玩笑 等有机会去沈阳找你就得了 甭忧了 因为你要发顺风 价格也贵 没必要 因为当地吃便宜 第二就是什么呀 没必要浪费那钱了 心意领了 到时候回头 我跟我媳妇找你 沈阳去 沈阳也近 方便 去沈阳找你 也方便 兄弟 当面 请你去 赵文是谁呀 阿斌 没明白 我跟谁是合伙人 我没懂 我自己直播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合伙呢 我都直播七年了 我没有任何合伙人 我直播就我自己 这直播间是我自己的 现在有了媳妇 现在是我们俩的 事实 没有合伙人 我们 直播就播自己的 跟合伙人有什么关系 那这子语 点播二星啊 上上任务了 点播二星任务 好家伙 谢子女 上播任务 一发入魂了 摩河 好家伙 电他妈那么多 属实不爆出来 不给面 多余 他妈的 还想听什么呀 兄弟们 姐妹们 好家伙们呢 今天写这一天真舒服 这放包放的 真基本跟我说 哎呀 妈爷子呀 这一天到晚的呀 还想听什么呀 哥哥们 这点应该都睡觉了 给明天都上班 都辛苦了 一转眼 刘洋快两个星期了 还真是 我俩应该是 二十二号来的 是吧 二十二号到现在 真是半个月了 这时间过得 感觉真急不快 都那么半个月了 我操 在这放跑 都急不放半个月了 时间凑凑的 我操 我在家感觉 时间过得 没有现在快 这一出来吧 感觉做户外的时间 凑凑的 过得太快了 这就是什么呀 老了 岁数大了 干什么也不顶用了 小小白 你知道 再晃了两年 就四十了 现在三十六 再晃了 两三年 不就四十了吗 兄弟 感觉这上了三十岁 这岁数长得 真是粗粗的 太快了 这速度太急把快了 粗粗的 不想长大 都不行了 没粥 不好整 对吗 有钱也换不回年轻 所以说珍惜吧 兄弟们 你们也得有老的一天 小哥们 你们也会有老的一天 大兄弟们 肚子大了不少 吃了呗 戒了婚发福了 我媳妇老做饭 营养好了 可不就长胖吗 营养好了 就玩命整肉 这就是媳妇做饭好吃了 所以就长胖了 你知道吗 没招 你看那会没媳妇的时候 自己瞎鸡巴吃烤串 就长不胖 但是现在自从有了媳妇 真是这速度 这嗷嗷长 我现在还算瘦了呢 我前两天放炮 又这么刨坑的 我锻炼什么的 走路 这都算胖 就算瘦了 现在 你想想 感觉天天对 就是 虽然大了 感觉天天被时间推着走 就是你不想过 你不想时间快都不行 拉不回来 岁数大了 不行了 兄弟 多少年了 高中那会儿看弹幕 全是杀不进 现在都瘦头机把拉了 16年的杀不进是7年前 不是6年 不是5年前 所以16年那会儿 杀不进火的时候 那是16年吧 你想想 所以说到现在 真是过去快 都真是6年多快 7年了 这时间 过来 16年56月份杀不进 对吧 李慧棠 谢谢兄弟 李慧棠 每天点一说 挺谢谢你的 早晚会一发入魂 时间问题 相信我 时间的问题 迟早有一天 会爆出1000或5000的 100也快出了 时间的问题 迟早的是 还想听什么呀 兄弟弟 还没闷呢 你还会儿闷呢 我北哥呢 北哥不点两手 小摩盒啊 北哥 这怎么聊聊 又不说话了 北哥 起好手没 点两手 万一要能偷个跑车呢 兄弟 李慧棠别急 你就每天正常点一手 你知道我是多么 希望你能10块钱 报个5000吗 咱家这10块钱 小画家 报5000就没出来 就点了 点了40多个 四五十个 一千的 就没出过5000 咱这房间真是 我感觉这小画家 就没有5000的礼物 点多少钱 都出不来 对 原来那小礼物 都没了 原来那会儿 美食区 就六块钱的办卡 都换成我们自己的 那些小礼物 后来等于 都给取消了 都没了 全给取消了 所以你看 现在你能看 那些六块钱 杀无尽的办卡 什么的都没了 一个杀嘛 杀无尽 早没了 我记得是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18年 给取消了 那会儿还有 后来都给取消了 那个斗鱼 也他妈挺现实的 你礼物不多吧 斗鱼就不会 不会给你单独 房间出一个礼物 除非你的人气 礼物特多 所以超管会 给你房间 出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美食区 我们有那些 特殊办卡的 那些小礼物的 那些主播 现在那些礼物 都给取消了 18年那会儿 就给取消 早没了 所以说那会儿 就是弄个这种 小办卡 对于老主播来说 其实是件好事 也是个挺有 纪念价值的 但是斗鱼给取消了 你得 斗鱼给取消了 斗鱼啊 斗鱼不管呢 斗鱼啊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 你看现在 你能念上名的老主播 你进去 那种特殊 六块钱的办卡 都给 全给换了 没有了 媳妇你看啥了 那会儿在伺候院里 整个状像烧烤 对那太早了 也是17年的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不跟你们聊这些事 因为你们聊的都是 恨不得六七年前的事 知道吗 我也聊这事 没有意义 所以有时候跟你们老聊 这些七年前的事 我也挺累 没有意义 因为你们也不咋看直播了 我跟你们怀念也没有用 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不爱 回忆六年前 七年前的事 你知道吗 回忆半天没用 因为你们也都不看斗鱼了 所以说再跟你们回忆 我也挺累的 不如聊聊现在的直播呀 现在的斗鱼挺好的 聊那些都没有意义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吗 兄弟 明白不 都这么一点 然后这时间过得真这么快 你们还有的聊不 有的聊就聊会儿 没的聊我也吓了 这家那么夜里也没基本啥活人呢 北溪还不睡呀 你明天下午班 你几天起呀北溪 天天那么守着我 都那么给我守灵似的 天天得守着我 是不是 天天得守着我 守着我 守着我 天天得守着我 还听什么呀 哥哥们 姐姐们 好家伙们 兄弟们 这一道每星期一夜里是最尴尬的 连他妈人都没有 无尽祖坟在北京 我不知道往上捋祖坟啊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北京人 你要说真正往上捋 基本就是北京三奶 你爷爷 你奶奶 就包括你父母 包括你是否是在北京出生长大 往上捋三奶 你就是个北京人 但是你要真正说 按北京就说你的坟在哪 就祖坟 其实这么一算 很多人都不是北京人 你知道吗 好多都是从河北呀 东北呀 好多全国各地来北京 可能说世世代代的 从你爷爷的爷爷奶奶什么的 慢慢一代一代传过来 你要真正老北京就属于什么呀 我打小 就是有这个故宫了 就是对吧 这个建都的时候 我就在这 明白吗 京城 所以说一代一代的就是二婚内老北京 那是老北京 所以说现在往上捋三代 基本你就是个北京人 但是按道理来说 可能往上捋两代都少 就是你父母是否跟北京出生长大 你要是跟北京出生长大 往上捋两代 你就是个北京人 往上捋三代都少 明白了吗 兄弟 所以你要真按所谓你说的祖坟来说 我估计那北京人寥寥无几了 明白了吗 马上清明了去不去基督 说实话 我从来没去 实话 因为这东西我从来我都觉得晦气 我从来不去 这是实话 我从来没去 明白吗 从来没去 我出生的时候 我出生之前 我爷爷就去世了 我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爷爷 所以一般你要按我们家人吧 反正挺惯着我 就像这坟地啊 墓地啊 不让我去 能不去 不去医院也很少让我去 因为那些地方不好 所以说可能也是我家里人惯着吧 这不马上清明了吗 每家吧 就每个家可能讲究主意 我就觉得现在能活好 现在珍惜眼前就得了 明白了吗 珍惜眼前人就得了 好好对自己父母啊 老人好点就得了 你别回头等失去了 你再后悔没有用 我是这么想的 珍惜现有的人就得了 还有什么呀 兄弟们 姐妹们 那四伏头 你咋还没睡呀 四伏头 你咋还没睡呢 四伏头 还挺什么呀 还想聊点啥呢 兄弟姐妹们 真的呀好家伙呀 卡子你咋还没睡卡子 又琢磨明天玩啥新游戏呢 卡子 卡子 我睡你就睡了呀 那我估计一会儿我也就下了 这点也没基本啥 人还不是白天播呢 夜里都没那么什么活人 还不是白天播呢 白天起码还能有点日 这晚上连他妈人都没有 妈的 没法弄 没招啊 大熊的呀 大熊的呀 那些白将 反正你们再来院里聊就聊会儿 没人聊我也下了 扛着也没意 也没啥人 所以说这斗鱼呀 白天热夜手 晚上呢 过夜过十二点以后 都连那么活人都没几个了 没意思 泽瑞先生 你再再就聊天呗 你想聊啥就聊会儿 没得聊我就下 你们要愿意聊 咱找个话题 大伙儿比也得 就觉得没劲就睡觉就得了 觉得没劲就倒点睡呗 觉得有劲就 说媳妇跑了呢 敢动不敢言呢 没钱呢 生活有压力呢 找不到媳妇呢 媳妇跑了呢 都可以聊聊 聊聊你们的现实生活中 什么囧境 那我也乐呵乐呵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走 不走走哪儿呀 兄弟我没读 你说说我在斗鱼不走 是吗 我去不了 因为我跟斗鱼有合同 我们现在所有在户外也好 在斗鱼直播的这些主播 都是跟斗鱼有合同 我们走不了 我们要去 可能像现在某一人气高 我们要去某一直播的话 我们得赔违约金 我们得赔给斗鱼的违约金 所以说我们有合同走不了 交了个东北女朋友 把我甩了为啥 那我哪知道 你女朋友给你甩了 你问我为什么 首先我也不知道 你们因为啥呀 所以你正经问我 问题的情况下 你得告诉我原因呢 你俩是吵架 还是因为啥事 你就直接告诉我 跟你甩了因为啥 那我哪知道 兄弟 你让我猜 我怎么猜呀 对吗 我看你多少级 31级 可能没准嫌弃你呗 你没什么钱 你情商低 你也不给人花钱 可不就给你甩了 那不很正常吗 因为你要用金 金鸽 我说那意思吗 所以你要说 你对他的一直都挺好的吗 他母亲嫌我是农村户口 那就嫌你穷呗 那跟那走了很正常啊 对吗 你要说 人家父母嫌你是农村人 你也没钱 人家女儿跑了 不很正常吗 那就是嫌你穷啊 你要说你农村人 你特有钱 人家喜欢你很正常 所以说嫌你穷 没钱不很正常吗 兄弟 你要让我说一针见血 人就是嫌你穷啊 跟嫌你农村不农村人 没关系 对呀 你本来就没钱呀 我相信你 因为我告诉你啊 那些责任 所以说你情商低 所以有时候 我跟你解释这些问题 我懒得解释 农村人不代表穷 第二 你农村户口 你确实没有钱 你就是穷人 第三 你女朋友家里嫌你是农村人 只是一个借口 说白了就是嫌弃你穷 你要真家里 趁他妈上百万几千万 你看他嫌弃你吗 所以我说你情商低 人家嫌弃你 你都不知道因为啥 对吧 因为我 你你分不分手 跟我没啥关系 但是我只是说 这意思不很明显吗 对呀 你要搁到现在 可能就是人家觉得 可能咱不能说穷啊 可能人父母觉得行 这不行这个 这家庭条件不太好 那不就是穷吗 那谁八哥 只是人家不好意思 说的太直 所以这社会就是这样 八哥谢谢八哥 破费八哥 说啥 所有东西都 对呀 你到现在这社会就是钱 所以你会发现 你对这女人特别好 我们也知道 你对这女孩特好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很现实的一句话 你对人好 没有钱 没有意义 现在的女人 没有不在乎钱 八哥 谢谢八哥 加油八哥 又他妈出个 挺稳定八哥 感谢八哥 还是挺稳定的 报个音乐盒就算赚了 起码没报个钻戒就行了 八哥 挺稳定的八哥 牛逼好使 挺好使的八哥 能报出一个五十了 就算赚了 挺好的 我长得帅可惜 不是兄弟 你记住了则瑞 所以我说你情商低 没钱就是没钱 跟你长得帅没有关系 第二 你长得帅不帅 你得让别人评价 不是我自己长得特别帅 兄弟 就你这情商 现在在找女朋友 没人会看得上你 因为你太自傲了 兄弟 明白吗 我头一回听说自己夸自己帅 没钱 不要找借口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第二 你现实找女朋友 你千万别上来 我就是很帅 没有用 你长得真帅 没有钱 是没有用的 帅 不能当钱 所以说兄弟 提高情商就好了 你情商太低了 我要是女的 我也看不上你 因为你太自傲了 明白吗 哥们 你太自傲了 你有点太骄傲了 谢谢八哥破费了 真的 我跟他们聊这个感情问题 头一回说自己特别帅 我头一回去 长得帅 没有用 但是说句实话 你说你长得帅 没毛病 你去当演员呀 你去当演员 你去当明星啊 你当不上 说明就是你自己没本事 所以你长得帅 没有用 你长得帅 把这个帅子 把这个脸的帅 用到正常地 我能挣到钱 这就是本事 你老说自己帅 你没有钱 没人会跟你 这个社会的女人 很现实 你长得特别丑 但是他趁十个亿 我就是愿意 跟他睡觉 社会就是这样 所以说 泽瑞大哥 还是有待提烧情商 就完了 你搞不懂 那个女生也是 但你先还嫌弃我 正常啊 你就是没钱 嫌弃你也很正常啊 这不很正常吗 你没什么想 你记住了泽瑞 你还是有点没想明白 首先 人家嫌你没钱 嫌你农村户口 没钱 跟你长得帅不帅 没关系 第二 你没有钱农村户口 人家是否是单亲家庭 跟这件事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老觉得说 我长得帅 我没钱怎么了 但是他必须跟我 或者说我长得帅 他也是单亲家庭 我也是 他凭什么看不上我 你这么想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懂吗 对啊 女人就是不好伺候 你没钱 没有女人喜欢 你很正常 如果有一天 你没有钱 你特穷 你还没本事 有一个女人特别爱你 证明这女人对你特别好 那绝对是真心的 但是这种女人很少 太少了 问吴静就是钱的事 就是钱的事 没毛病啊 不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们这些 极个别小号 老带我节奏 哎呀 吴静就是钱 钱钱 我就是钱 怎么了 你天天不钱 钱钱 你看个直播 五集 三集 十集 你穷了八集 你就是没有钱 干嘛不能让人说呢 现在有大主播也好 有有钱人来我房间 吴静操你妈 你就是穷鼻 是大哥 骂的好 我就是穷人 说的没错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你没有钱 你还不敢承认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明白了吗 你三十一集 不算有钱 有钱 大哥你挺有钱的 我们都是穷人 跟他们一百集主播 咋说话呢 你一三二一集号 你就是没钱 没毛病了 概括你而已 你不用概括我兄弟 你卡里奥 你概括我的同事 你也想想你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办什么 现实社会的事 都是用到钱的地方 你麻烦亲亲办事 你不得给点好处 你让你现实哥们 帮你产事 你不得给点好处 你现实找媳妇结婚 你不得给丈母娘 拍拍马屁 给点钱 所以你不要老说 哎呀 吴静说什么都是钱 很现实 哪不是钱 我也不想聊钱 没办法 咱们小时候最单纯 永远不聊钱 那是小时候 很单纯 长大了 我也不想聊钱 没办法 社会你不聊钱 社会的人都跟你聊钱 没办法 你问问所有人 谁想聊钱 我也不想 没办法呀 对吗 行大哥 看到了 看到了大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教年轻人的想法 永远是钱 这个现实社会 确实不能离开钱 所以说大家别误会 我并不是说兄弟们 咱们必须就是 签签签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确实用不到钱 但是有些大多数生活现实方面 可能要的就是钱 很现实吗 对吗 我也不想聊钱 没办法呀 都是这样 你不聊钱 谁管你 办事都不好 没办法呀 干啥不聊钱呀 我他妈也不想聊钱 除非你跟你父母 从来不需要聊钱 除了你父母 都得聊钱 还有什么想听的 北哥谢北哥 农村户口有耕地 宅基地 行了大哥 你别说话了 你就继续守着你宅基地 过日子就行了 啊大哥 北哥破费北哥 八哥也谢谢 明白吗 泽瑞先生 你就继续守着 你们家那义母三分地 过就行了 挺好兄弟 你是这个想法 但是别的人 可能不会参考 你们家有没有地 别人不会参考 但是可能 以你自己为中心 我们家有地 我有钱 行兄弟 社会的人 人家觉得 你们家那破吉巴地 不值钱 没人会跟你 对 这就是普信男 太相信自己了 又觉得自己帅 又觉得自己家里地多 你太自傲了 这就是真的 就是这个快乐 说的没错 这就是俗称的普信男 所以说挺好 兄弟 你认为有钱 咱就有钱 没毛病 啊哥们 因为你认为有钱 别人不认为 你不能控制 别人的想法 对不对 是不是 别人认为 你有没有钱 只能你控制 你自己的思想 你不能控制 别人认为 你有没有钱 你控制不了 别人的想法 所以你31级 你们家有宅基地 牛逼就完事了 那你继续找女朋友 我也希望你能成功就行 啊兄弟 再再多揭示 就是再告诉你一句 如果你要 真是以你现在的条件 能找一姑娘 特别爱你 能照顾你的女人 你一定要珍惜她 泽瑞先生 那就以你家自己的宅基地 有点地呀 可能农村有房子 对吧 可能家庭条件很一般 如果你要说 从这几天开始 找着一个人家女的 愿意陪你吃苦 过日子的女人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人家 说明人家心里 还是挺喜欢你的 你懂吗 蒙太极 谢谢 然后呢 花北也破费 对吧 因为你在现实社会中 能愿意 找一个女人 能陪你吃苦的女人 很少 太少了 又陪你 陪你吃苦 陪你不挣钱 还得照顾你的女人 太少了 所以如果你要 真是现实 遇到这种女人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华北谢谢 行者也谢谢 对 结婚跟恋爱是不一样的 恋爱 没钱或有事 咱可以随时分手 不会牵着到我 如果结了婚 那就是另一个概念 那是个家庭 所以说 结婚之后 责任比较大 北哥 没事北哥 能爆出50的磨盒 我他妈就高兴了 北哥 都不用爆300 爆50磨盒 北哥 弟弟就很开心了 我都不想他能爆什么大礼物了 你都 我只要你别亏就行了 或者10块钱 报个钻戒 20我都开心 我结婚了呀 我跟我媳妇去年3月24号 领的证 我都发育巴了嘛 你就是50出五块 快了 三手之内吧 三手之内出个游艇 911 我找到了 他比我有财 他也比我有钱 对我 对我 还比我 那就挺好啊 我跟你说 秋光 你要能找到这种女人 就是他比你有钱 他也比你有能力 而且人也不嫌弃 你还愿意照顾 你这种女人 真的就是 你上辈子绝对 记了好多德 绝对是好事 缘分 所以你接下来做一件事 你也不用自卑 把家里啊 孩子照顾好 好好过日子 比什么都强 明白吗 你能有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事情 我觉得绝对是好事 今晚 留几个睡着我来 无尽的价值观有问题 是大哥 我是有问题 但是我家确实没窄基地 我长得也确实挺丑的 对啊 谈恋爱跟结婚家庭 那是两码事 所以说兄弟 你说对了 泽瑞先生 我就是 我就是三观有问题 我泽瑞 泽瑞这兄弟说我三观有问题 我真地麻郁闷 我操 快乐哥们还在吗 我都想哭了 我操 阿姨呢 你也要买三十一级的号 给我北哥都逗乐了 快乐在呢 大哥说了 大哥没毛 我三观就是有问题 对 你看这哥们说的话也对 就是HE 人女的傻嘛 她图你什么 所以我就说 就是你自己什么都没有 人家女的愿意陪伴你 陪你吃苦 还照顾你 你说这女人图你什么呀 她可能什么都图不了 甚至这女人还努力挣钱 在养着你 所以我说嘛 就你现实能碰见这种女人 你们一定好好珍惜这个人 她绝对很爱你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就是人与人互相的 别回头等失去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那肯定算真爱 我跟你说 直播 如果这女的这么对你 这女的绝对很爱你 绝对比你更爱 就是比你爱她要更爱你 所以这种女人 你一定要珍惜 如果有一天真失去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告诉你 人就是贱 得到了不珍惜 失去了开始珍惜 人都是这样 人就是贱 得到的永远不珍惜 不得到的永远都想得到 这就是人性的贪婪 从来不珍惜好的东西 得到了就不会珍惜 不得到 没跟你说吧 你看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得不到永远是最好的 你记住了 不准备要孩子 我不说了 你们天天问我要孩子 我都说了年底要孩子 天天问我你妈 要不我就开什么车 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跟哪呢 我啥时候回北京 天天就这几个问题 我天天都回答 明白吗 所以你们无限的在问 天天问我啥时候要孩子 我都说了快一万遍 我说我跟我媳妇 准备年底要孩子 往天天今天问 往明天继续问 头疼死了 不是关心我 天天问我也头疼 这他妈一问题 每天问他八遍 我罚不罚你说 我真的觉得他特别不容易 他家境好 曾经他学费每年几十万 百万级车家里给他说买就买 跟了我以后买个电脑 差一千跟我商量半天 那不挺好吗 不挺好吗 你就好好的生活 别惹事别违法 生个孩子 以后这财产都是孩子的 不挺好吗 是不是 我要是你就好好给人家什么样 多照顾人家 俩人生个孩子以后 以孩子为主 多好啊 一辈子你也不用愁 对吧 你也懂点事 对吗 多好啊 无计你又有什么 你老婆跟你 我啥也没有 行吧 我啥都没有 我不找了一二婚吗 我啥也没有 行吧 你牛逼 我啥也没有 我穷逼 行不 大哥 我长得也肘 我无信得急了 我就啥也没有 实话 你看不起我就算了 所以说泽瑞大哥 我没有我没有恶意损你的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就是你太自信不好 我也没有恶意 但是可能说我劝你的别自信 可能你会觉得我阴阳怪气 我没有恶意 我一直告诉你 你老说你自己特别帅 我说帅没有用 第二 你在农村有宅基地 可能那是你自己家里组上的东西 第三 可能说外界的女人 可能说你有宅基地 这女人看不上你 我觉得也很真实 那跟你 对吧 人家的想法 你不能左右人家 行吧 帮我出出主意 没法调整大哥 因为你太自傲了 我也没法 因为我告诉你了 你别太自傲 你也听不进去 你还怼我 对 你就帅就行了 你看那快乐说的也没错 你帅就完事了 你不顶帅的吗 帅就完事了 你帅就完事了 那还不需要调整 帅就完了 对吧 对吧 而且像你说的家里 地不还有宅基地呢 兄弟 不挺好嘛 你帅就完事了呗 你跟我一样 你不帅吗 开个直播 跟我一样做主播 没错 有女粉丝喜欢你 就会喜欢你 对吧 夸给你刷礼物 或者 有个女富婆看上你了 直接给你上门女性 你不也有钱了吗 帅可以 你得用帅挣钱 才是正确的 当年看见的时候 是跟大我两岁的女朋友 现在分手四年了 娶了一个小我 十四岁的 挺好 挺好 结婚了是好事 能娶一岁数小的 也算有本事 兄弟 基地 对 所以我就说嘛 摘基地他也卖不了 他只能把地租出去 当然那摘基地租 也不值钱 问题是 也花不了多少钱呢 咱也没法说啥 大哥说啥 没说又帅又摘基地 那咱还能说啥呢 主要也是我下手早 一直三观比较和 这个直播间手 我想别拒 不多解释 反正你们好就行了 你们好就完事了 哥哥 我也一直想找个女傅婆 但是女傅婆不好惹啊 我直播都快八年了 也没有女傅婆喜欢我呀 没得呀 当年我记得您在一个小屋 是咱哥 没毛病 还有什么想听的呀 我媳妇又他妈睡牢了 今天也没出去没干活 这他妈都能睡着 我都他妈服了 天天就跟他妈猪一样 真服了 就他妈直牢睡 草都他妈快一点半了 今天时间过得够快呀 我操 这他妈没料两句 他妈一点半了 都我操 这他妈时间 我操 静哥 我有车有房 找一个有车有房 女朋友过分吗 哎呀 随你 因为我觉得吧 找女朋友这东西啊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你要说呀 我找女朋友 人家家庭条件好不好 我也不在乎 只要我喜欢人 对吧 咱互相对着 互相都真心 都是好事 所以可能像你想的说 我自己有车 我也有房 我自己找女朋友 我对另一半的条件 他也得有房 也得有车 可以呀 你去找啊 但是换句话说 如果真是靠自己本事的女人 买完车买完房 人也不一定看得上你 你记住了 女强人不一定看得上你 所以有些东西 找男 找女朋友吧 不要把自己 抬得特高 女人 你自己喜欢的女人 心爱的女人 你干嘛对她条件那么高呢 对不对 你可以有这条件 但是 人家也有一条件 人家也可以选择 不跟你在一起 没毛病 对吧 你自己给自己设立一门槛 必须她得有车 有房 可以 但是不太好找 但是我觉得说 你可以说 她自己有个车 房无所谓 对吧 两人生个孩子 以后生完孩子 这东西财产都是孩子的 不挺好 你有什么条件都不过分 只是说 门当户对这个东西 只能说看你找得到 找不到而已 你的条件越高 你给自己也架那了 你知道吗 你自己也架那了 所以说 找女朋友 男朋友 还是那句话 自己喜欢就好 没那么多了 只要人品原则 没问题 有车没车 只要这个人 努力去工作 我觉得这种人 都可以托付终身 他知道 努力赚钱 就是好事 挣钱少没关系 但是他知道努力 这种人 我觉得都可以 作为陪伴 挺好的 明白了吗 兄弟 看你自己啊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想听的 兄弟弟 好家伙 兄弟们 我老北京 想找个北京 有私爱的女朋友 过分吗 也不可以 但是首先你得先 有个私货院 我也有私货 我有私货院 我就找 我找女朋友 最次在北京 必须得有个私货院 可以 首先你他妈得有 你啥都没有 你要求人女的 必须有私货院 那么问题就在这 人家有私货院的 凭啥找你呢 你看着人家 人也看不上你呀 对吧 所以严总 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人家 真成私货院的 人也看不上你呀 真是 我跟你说吧 严总脑子里 都他妈是猪油 脑子都没了 脑子里 全他妈是臭猪油 我跟你说 严总 哎呀我忘了 华北这一跟你们聊天 我忘了 把我这日常任务弄了 就光吹牛逼了 妈 哎呀 就光吹牛逼了 你也没提醒我 对可以卖出去 但是一般能买私货院的人 兄弟也不是一般的人 私货院很牛逼 那不是一般人住的东西 明白了吗 那是无价之宝 真正老北京大私货院 西单呀 包括南罗股项 真正大私货院 900平米左右 真能买的人 也不是一般人 不是钱的问题 那他们是权力的象征 你就记住了 有权就牛逼 就完事了 所以说买私货院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 那象征的是权力 明白吗 那是权力 一般人买不了 有钱你也买不了 哎呀 还有什么想听的 哎呀 三老头子 颜名别找了 他就是找不了 谁他妈跟的 就颜名这他妈基本 谁他妈跟他 四合院七位数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兄弟你做梦呢 谁跟你说 在北京四合院 七位数啊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我头一回听说 北京四合院 几百万 你在开玩笑吧 兄弟 你现在来北京 你去老西单那一片 买大四合院 你给人二十个亿 人都不卖你 兄弟 我没跟你说 那不是钱的问题 你们不信我 不信就不跟你们讲 你们也不懂 跟你们讲这 你们也听不懂这话 所以不跟你们讲这个了 兄弟 记住了兄弟 记住了兄弟 邓文迪在2005年 在北京买的四合院 大四合院 五个亿人民币 2005年的价格 五个亿 所以说 你要说北京四合院 几百万兄弟 那我只能说 你说臭老猫 你什么都不懂 不多解释了 所以就不聊这个东西 跟你们聊 你们很多人也不懂 不聊这个 咱们都买不起 其实咱有这二十个亿 你去买 人都不卖你 你权力没到 你没资格 你挣不住这院 所以不解释这个了 咱不聊聊 聊点接地气的 兄弟 聊那些都没用 那都不是咱操心的事 而且你能买四合院的人 可能得需要证审 那不是一般人的东西 所以你跟他们说 他们不懂这了 明白了吧 对四合院属于文物 那不是一般人住的地方 需要什么呀 我猜的应该得需要证审 不是一般人能住的 聊别的吧 不聊这个 聊点咱 能老百姓能接触的东西 行吗 就别聊这 这东西贵 咱一辈子 可能十辈子 咱也买不起 明白吗 所以说咱聊点便宜的 行不 或者你们聊聊 刚才像泽瑞似的 媳妇女朋友分手 聊聊这些东西 不行 跟你们聊到两点 我就下来 行不 这点有点活人 咱就找个话题 那些贵的东西 我建议什么呀 兄弟们 就别聊了 一会儿 大哥隐身进房间 一看 你妈屋里全是一万富翁 都不都要买四合院 这什么都是一万富翁 对吧 聊聊我乐高 乐高没啥可聊的 我玩的乐高 你们也不怎么玩 我那就是瞎基本玩我那乐高 也不是你们都玩的东西 而且这乐高确实也挺贵 愣费钱 聊聊静歌当保养秘句 我不会保养 我他妈这面相 我还会啥保养 我都三十六了 这面相长得像他妈五十的 还聊啥保养啊兄弟 这面相长得像他妈五十的 大叔了都会 还保养啥呀兄弟 床都快上过去了 我要不刮胡子 我特像差不多 真是我要不刮胡子 真是得像我罗岁 我就是刮完胡子 还年轻点 我胡子一长 真的特丑特显楼 所以你看我每次 一刮完胡子 就好多了 你看 对吧 还挺人命 接下来去哪玩 不仅就是FN兄弟 你也不用问我在哪玩 我现在就在刘洋 你们愿意看看 不愿意看 你们就看别人 不要老催我换地方 兄弟 因为我现在 我觉得刘洋放炮啊 我还能挣钱 还有节目内容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你们也不要天天催我换地方 该看的人永远会看 不该看的人 势必五六一分也不会刷 也没必要再跟你聊 我去哪 我就在刘洋 你爱看就看 不爱看 您就看看别人 等我做换别的节目的时候 你爱看你再回来就行 不要老催我换地方 因为我觉得刘洋 这现在放炮节目 挺好的 明白吗 哥们 哎那谁小蛇兄弟 放一下千里江山图 可以啊 你转我两千八 我就给你买去 你要说让我给你掏钱放 兄弟对不起 放不了 你要说 无尽我想看 你给我转两千八 我明天我就给你买去 马上就到货 这边便宜 对吧 你要说你一分不刷 你也不掏钱 兄弟 我不可能花两千八 给你买 我疯了 我他妈有钱没地儿花了 我 所以我说 就以你的情商来说 大哥 人姑娘 人姑娘家父母 劝姑娘离开你 我觉得太对了 兄弟 我要是女的 我他妈绝对不跟你好 卧槽 这他妈啥玩意这是 真的 我觉得就是你女朋友 跟你分手 真的是特别合理的选择 挺好 我觉得分开了 我觉得人家过的生活 更能比你 可能离开你 过得更好了 兄弟 我撒放尿去 那谁 我撒放尿去 我撒放尿去 这大哥 我撒放尿去 这他妈生了 我撒放尿去 那是 怎么办 你是什么 我撒放尿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来了 兄弟姐妹们好家伙 华美说啥呢 别理他了 我也觉得是 给他三百六疯了吧 这人脑袋是有问题 华美给他拿下去完了 华美下次像这人 你直接封就行 你不用问我啊 北哥 你直接决定就完了 你要觉得他烟关系 跟缺心眼 你直接拿下去完了 不用跟我说 我也觉得这人脑袋跟有毛病似的 全眼 你给他封了就完了 刘洋是哪 刘洋这边就产花炮啊 这边是烟花之乡嘛 专门生产那些烟花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防炮特便宜 编炮啊 包括那烟花 你在刘洋这边特别便宜 但是可能说你到北京上海的编炮价格就特别贵 知道吧 所以在这边就这点好 随便防炮特别便宜 还听啥呗啊 兄弟们 你们怎么还不睡 我怎么感觉你们比我都夜猫了 明天你们都不上班吗 也就有你们在还能聊两句 要不我早就不吓了 连他妈人都没有现在 白天播吧 刘洋河过了 对几道弯 但是几道弯我他们也不知道 这些文化 当地文化 我不了解 我他妈就会防炮 我从小我就爱防炮 长大了更爱防炮 你这个挺好时 你看都白了 好像对就是好时 明天过去自己就该掉了 特好时 就是烧的时候挺疼的 我不知道有时候下波 我喜欢还用没有再给我抹点 特好时 就是抹上挺沙的 特疼 有没有考虑能一房车 有 但是我有房车 我那是拖挂 我那拖挂房车没增加 C6本 我也没法开 所以说我有房车 但是你要说本来说我想的是什么 对肉刺 我本来说吧 那是2714 我本来说在想花20万左右 再买个一体房车 后来觉得成本太高了 后来就没买 本来这次出来玩就想开房车出来 但是以斗鱼的人气吧 包括说的礼物量来说买个房车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没买 明白了吧 后来一问房车价格大概30万超支了 也是超预算了 所以就没买 按道理来说要没超预算的话 这次出来玩本应该就是开房车出来 明白了吧 你去咋弄 抹药也行 或者你去医院激光就行 你直接上医院也行 直接激光一点就没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嘛 现在这基本斗鱼的人气 不值得投资了 我也想投资不敢呀 这他妈好家伙 投完房车再基本亏了 垃圾吧 就这点基本人气 还投资个单 狗鸡巴也别投资了 就这么着 那这周的周姐姐不去 不考虑啊 不考虑 咱们就换话题就行 不考虑这个啊 兄弟 还有什么呀 还有啥呀 兄弟姐妹们呢 北军咱还没睡呀 北军 明天不上班了 激光还行吧 反正激光应该挺疼的 你上药也疼 但是没那么疼 我觉得激光会很疼 所以我不去激光 我抹药 抹药还好点 方便点 我去医院还太麻烦了 你知道吗 你上早起 所以不睡 你俩不睡了 你不知道明天怎么上班啊 你睡去吧 花伯 这还不到两点 你还能睡一会儿 你直接不睡觉 直接好家伙 你就上班 你扛得住吗 兄弟 你他妈拿自己 你是不是看直播 磨成了 北哥 你是不是拿自己 也当主播了 明天上班摸鱼 问题是北哥 你是不是拿自己 都他妈当主播了 你要记住 你现实有工作 别他妈看直播 当我工作兄弟 他妈看磨成了 把自己也看成主播了 我他妈不睡 你也不睡 我北哥 我没听说 我北哥有时挺可爱的 我北哥有时挺可爱的 挺单纯的 真打自己 是不是也看成主播了 兄弟 我要有你那两项子 我就干了 所以有时候 北哥挺好玩的 哎呀男人啊 岁数大了 有时候就像我说 有时候也有可爱的 江陵全说一款房车 好像挺便宜 不能不能 没有意义 投资也没用 投资你们也都不刷礼物 投资那么贵干什么 不投了 兄弟 你们让我投这投那个 我也不投了 你们那麽也不不刷礼物 看着我花那么多成本 我疯了 不花了 钱还是攒着吧 以后那麽生孩子 养孩子用的 不下头喽 你要真正说 假如我现在在某一人气高 我马上买 这现在这人气 不值得投资 你们让我买 我也不买了 让我买的人 没有几个真正能够 刷礼物的 我也不投资了 挣点钱不容易 这么着 还聊什么呀 再聊十五分钟下播了 明天白天再说了 男人至此都可爱 大型 我发现了 就男人吧 真是 你甭说 有时候四五十五六十岁 真的有时候挺可爱的 就老人有时候也挺可爱的 有时候 严明图院 终于 那个终于年轻化了 你要爱看那些黑丝 你就跟严总 混好关系 严明呢 黑丝图片 我也不知道 从哪来呢 他说他有一群 那群里天天发 然后他发完吧 他每次都发群里 你知道吗 所以这笔也是够 寂寞色的 所以呀 严明图顶 严明纯图顶 太色的 就是一般图顶的人 都特色 你知道吗 严明就是 所以天天就看那黑丝 也不知道看那是什么 天天就寂寞看那 所以说 华北你要 你要想爱看那 你就跟严总 混好关系就行了 严总那有货呀 好使啊 还听什么呀 还想聊点啥 哎呀兄弟们呢 姐妹们呢 叔叔大爷们呢 看我严总营养跟不上 黑丝又和人 我不喜欢 我对丝袜没感觉 我对你穿丝袜 黑丝 我一点没感觉 我看这东西 没感觉 我对身材 除了看屁股 看胸 就这俩嘛 身材无所谓 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我只对女人的屁股感兴趣 大屁股我受不了 你呀叫华北早睡 不就是想说你不挣钱 对 还是严重 懂我 早点睡吧 北哥 早点起 多挣钱 以后还得跟你经过刷礼物 你不上班 不早睡 明天迟到了 还扣你工资以后 拿什么刷礼物 对不对 所以那些华北 你要努力 兄弟 你一定要努力 多挣钱 多挣钱以后 跟你经过 不能多上过脸吗 好事啊兄弟 还听啥 我两点我下了 这点也没急把人了 两点下了 王子 明儿再说 明儿再说 兄弟们 不尽现实中 我碰到了阴阳人了 阴损的人 碰到就碰到呗 自己处理呗 跟我也没关系 你看我直播间 碰到这些阴损的人 我怎么处理 你就怎么处理 不就得了吗 离他远点不就得了吗 对吧 离这种 离这种 阴逼远点不就得了吗 那还能怎么样 你也不能打人家 对不对 打人家你得赔钱呀 所以说离远点不就好了 那咋等 谁现实中没点小人 现实中都会遇到小人 很正常 自己处理吧 兄弟 因为我觉得都是成年人 这点事应该好办吧 你知道他这人不咋提 离他远远了不就得了 你还问我咋办 那你说能咋办 远离呗 我也不能帮你去打他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那谁 那个华北 多挣钱给你 给你发了 房子归我 严明明 明天股票该开盘了吧 礼拜一 六日应该股票不开盘 好使 哎呀 我也很多人没看见 现在还骂人吗 也骂 但是呢 不多了 你现在能看见我骂人属于什么样 你要现在能看见我骂三字经 可能特别少 基本不会 我现在脾气多好啊 我现在基本就是以德服人 胖天这包黑粉骂的难听吧 他也跟人讲讲道理 讲不通呢 他还骂 那就直接疯了就得了 因为现在直播不能骂人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现在你能看见我骂三字经 可能一个月 你都见不着一次 现在 基本不骂 明白了吗 问一下 不知道 不清楚 那回答不了 你那事儿问的挺多呀 那就不回答了 哥们 你问别的主播 那就不了了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那华北那一会儿我睡了 你干什么呀 你要不睡觉 你是不是玩蛋壳啊 兄弟 你会不会玩蛋壳啊 兄弟 你会不会玩蛋壳 我的北哥哥 现在做啥生意 大哥你脑袋没事吧 大哥你跟主播聊做生意 没事吧兄弟 你去赶紧睡觉吧兄弟 这怎么越聊越 他妈吓得烂 第一 我们主播都是网络要饭的 第二 做什么生意 挣钱也不会告诉你 第三 你赶紧睡觉吧兄弟 这好家伙现实没朋友啊 天天看跟网络主播聊 做什么生意 大哥 你是现实没朋友吗 我们什么生意都不做 我们就是靠网络直播挣钱 兄弟 你早点休息吧 啊哥们 你吓了我给你打视频 俩 你自己玩吧 你跟严明啊 你跟严明一为一啊 正好我下播严明也不睡觉 你不不睡觉吗 你去跟严明加围络 你俩一为一不就得了吗 你兄弟我得睡觉了 摟着胡宝睡觉了 单身的男人啊 都睡不着觉了 你说你要真是 你要真是说能交个女朋友 不就不孤单了 对不对 那谁姬欧兄弟 还没睡那姬欧兄弟 谁让你压不找我 其实我跟你说话 以你的条件 找女朋友绝对没毛病 只是你太挑了 你知道吗 可能现实中 哥们没人会跟你说这话 以你这个体制内的工作来说 家庭条件还可以 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 结婚肯定没毛病 只是你太挑剔了 明白吗 只是你太挑剔了 所以说你到现在 你不想找女朋友 不是没有合适你呢 是你太挑了 你懂吗 所以男人女人都会这样 你太挑 所以说你永远 碰磨上 就是合适你的 就是即使合适你 太挑 你们可能到最后也会分手 真的是这样 跟相亲没关系 明白吗 你哪有醒啊 媳妇 对吧 所以说有些东西 我跟你说 你要真是说找结婚对象 有些条件啊 你真要放递 现在这种能过日子 女人真的特少 你相信我 你不要拿 我一辈子 我不找女朋友 我自己给我当借口 那就是借口 所以你听得懂 你就听 你听不懂 你就当你警告放个屁 男人女人都是这样 如果你要真是找结婚对象的情况下 有些条件适当的就是要放下 你要什么东西都要求那么高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啥呀 对吧 你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家把条件提的那么高 让人家怎么样 对吧 所以很多东西 还是那句话 大家是成年人 你还没准备好结婚 那你别结了 北哥你就记住这句话 你不想找女朋友 你就不要怕寂寞 你不想结婚 你也不要怕寂寞 到最后都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 所以你可能现在没人陪伴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你的要求虽然不高 但是你现在不想结婚 这就是一个要求 所以你自己无聊孤单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懂吗 反正你明白就好了 等你想明白了再找也来得及倒是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 因为我觉得你这岁数应该该找女朋友了 俩人好个一年多两年赶紧结婚不多好啊 对吧 你岁数不小了你再找一个好俩人互相了解 交男女朋友 好个两年 对吧 好个两年之后 这么这么一结婚不挺好的 要不随着你岁数越来越大 你找个女朋友可能还得重新来 重新认识 重新了解两年三年 又耽误时间了 如果万一要不好了分手 这时间都耽误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自己想明白吧 明白吗 北哥 其实你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你挺孤单的 你挺孤单的 没人陪你啊 那咋冷啊 没人陪没招啊兄弟 没人陪没招啊兄弟 那咋冷啊 所以说你记住住 你不想找 你自己孤单 你就得忍着 自己的问题 忍着吧北哥 天天看会直播吧 就当休闲了兄弟 出事业 出事业下播了啊 你愿意陪一根的陪一根 不愿意陪的 得点休息 出事业啊 睡觉了 明天再干吧 好 忙着困着就在这休息吧 不愿意陪一根的陪一根 就下了 明天再站 那谁雨 兄弟 感谢雨 兄弟 就困着赶紧睡吧 你们都明天上班 不用陪我啊 我这明天也不用上班 天天很自由 起来就是歇会儿春 马上开播 好使劲 躲躲的 哎呀 这一天天的 你说这豆鱼一到夜里 这人气这么低 你说以后可咋办 真没法说 哎呀 可怜的豆鱼啊 这好家伙 这娱乐板块让他弄了呀 真是月一天不如一天了呀 一天不如一天了呀 兄弟 都他妈拉成狗来 还行啊 那方面也有人 就是贼凡 挺好 加油北哥 希望你越来越好 网上要不着上街要滚 我要真是上街要饭 爷们你记住 我天天上你们家门口 喊你名字的 我就上你们家那个 上你们家门口那 我天天又喊你名字的 我他妈恶心死你 三里河嘛 就那一小区 我写着阎名 我就不信你们家接 我不知道谁叫阎名 天天我他妈恶心你 带上你啊 那阎名得疯了 难兄难弟 头发阎头来了 但是人一看阎头也挺穷的呀 难兄难弟 师父也说 去阎名家 起码吃饭能解决 天天 真是 又是肘子 又是猪蹄 又他妈吃樱桃 又他妈大草莓 天天的 你说呀比上班都猛 不是比上班 比上班的人吃了多好 天天大肘子吃了 又他妈猪蹄炖了 又他妈火锅 又他妈鹰子 又他妈大虾 你说天天吃了 真是比很多付出努力的人 吃的东西多好 你说多王八蛋呀 你连大院门 门口镇守的神兵天将 都过不去 怎么能找到天空入口 你看没有 严总这又睡着了 又说梦话了 开始 咱找不着入口了 是不是严叔 又找不到入口了 没忘了 没招了 哪说理的 没地说理了 传言下了 你们早点睡吧 明天继续吧 明天有大哥 等等大哥吧 明天 华北我劝你还是睡会儿 因为你明天上班 你不像我跟颜明 我们都自由无所谓 你最好早点睡 但是你睡不睡呢 我也管不了 我就希望说呢 你早点休息吧 困得跟狗鸡巴似的 明天还咋上班 我吓了 正好我吃完了 拜拜 明天中午见 我的白兄弟 明天见了 拜拜 也别自己玩吧 拜拜话呗 走了 晚安